第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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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到的林鄭燕修先生 他來跟我們講海溪的友好 等一下他會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是海溪的 放網機 或地方發展主義 可以讓我們坐在台中 來後來去看觀眾過到底是什麼 我能夠還有經歷的能夠接觸到的其實都不像幾百個 那時代的學運、關係社會、關係社會、民主、黨外運動的朋友 那我比較認識幾百個朋友 其實大家都走上不一樣的大陸 那現場好多位就是曾經那時代的朋友 一些人進入學術界 在學術界工作上 一些人進入政治部門 就是變成專業的政治人物 黨工 一部分人繼續留在運動 比如說在NGO、在社會運動的場合 還有一部分老的戰友 還有一大塊的人是在新聞界 在新聞界出版文化事業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 這個Career跟這幾個不是那麼典型 那我覺得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是鄭修 當然另一位鄭修是說 他屬於 他現在還是身鄉所的博士候選人生 他是林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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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成長國的退學生 鄭修也曾經有一半時間在政治部門工作 然後曾經當過那個市的群長 我不小心抱著他的臉 然後這幾年我比較 沒有朋友常常跟大家接觸 跟我們也會深討 我知道說 他在一次的條件當中 我知道說 他對海溪這一塊地方 有很深的著目了解 他甚至有成立的一個店 有一個company 在做這些調查 做這些工作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我就想說 我們弄變中國 應該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跟不同的價值觀 跟簽物點 那各位大家就會發現 如果你們弄變中國 今天是第六場 差不多 比如說前五場的基調 可能會跟今天第六場 有點不一樣 那為什麼不一樣 不能把它脫梗 那前五場比較是 是在談中連續 所以他可能會從一個 反向的思考來談談 從一個一條 那最後我再介紹一下正修 因為他寫給我的 都非常愛練的身份 其實我每個比較具體一點 但是我就照他這樣練 就是本堂是區域規劃 那正修的本堂是哲學 是什麼 我記錯 對哲學 是跟金凱一樣 你們可以多討教一下 那正修還是綠黨的黨 我記得應該也是創團的 是不是 沒錯 那現在也是綠黨的職位 是吧 那曾經參加過NGO地方 政府跟載獲蟲之間 對 那個雅琪正在的時候 是不是雅琪 正修在第一線方 那目前就是 規劃諮詢公司的目指 這個是很愛練 我不知道該怎麼輸 那可能就 也就從這裡開始講 我來歡迎他 謝謝 原來這麼清晰的場 我來二四場 那中下那一場就沒有了 我謝謝建議 這個謝謝第一聲援 因為我真的是被 錄港的那件事情 我本來要整 我是立體系 可是我第一次要念很不明 所以我過來想 最哲學的 然後就一路 一路二三幾年就走到現在 我其實講台西政局 在商業的場合 在政府的場合 在這邊的 類似國安的體系 然後在那邊的地方政府 我都講很多次 這一次的邀請讓我怎麼回答 就是說 兩個目標目標 一個是我要跟我 所尊敬的 或者是 就是我在意的一些朋友 對話的 還是我要去介紹 我這個規劃這一行的 內容 那如果我純粹都講正直 老實講 我還不是這一行的 那也跟台西沒有關係 可是呢 如果是講台西 就比如說 上第一次那個徵招 我就會衛肥宣傳 唱你今天有沒有看 我 你也相信他是幫我打廣告的 那 所以我今天就是這樣 我開場今天講一些 我全面天冷的似乎唱的一些感想 從台西的角度裡一些對話 然後當然出題來是 我們這一行就是拿地圖啊 拿規劃的東西出來看 最後我還是要回到 就是 我們台灣開始主辦的這個特點 好 我首先講的是 我們這一行是什麼 我們做區域規劃的 不是那種 不是計畫在多土地面對 大概就是一個 類似像北台區域 北台有八個縣市 然後呢 你要提出它的這個 基礎的關鍵設施是什麼 要執政出它面對的挑戰是什麼 你要說它大概 要配置哪些產業 要拿一些具體的治理的這個模式 取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水災的話 那紅色的蛋 這都是我們這一行的課題 那 我這一行在對岸 常常遇到很大的反差 就是 你大概做clamer或做建築師 你身在前面20年的中國 你真的大概不會相信 什麼是不可能的 像美國或非洲很多 我就是直接用劃線的對不對 就是規劃師 劃了線 既然能做出來 總是它只有中國做得到 我的同行在中國 都有開發商的 我們這邊是譬如說 做一萬平方米 它是做一百萬平方米 就是差兩個Digital的 兩個位數這樣在做 所以 擺差其實那行大 然後 那一行 就是同樣這一行的 收入肯住我們這一行的 四五倍 還是法定的 合法的收入 還不算那種 有人可以送你的小孩去美國 而 我每次遇到他們 我就說 你們真的是在 居裂的改變地勤 而且也造成很大的 這個業力在裡面 他們在 像爾多斯這種缺水的地方 蓋到了復求場 然後 譬如說 很多人都是有五十萬的 五十萬的空城 就是說 大概都是我們這一行幹的 但是 對我們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我會看到很多 心態或者是這個 處境的不同 對面的官員 不只是 就是說 他其實 他的整個 思想的狀態 跟行為的能力 跟我們很不一樣 尤其他還是 聽觸及這一種 大概就是所謂 第幾世的這一種 他們 相較於第三世界 一樣的是 他們可能會貪圍 不一樣的是 他們真的會做什麼 他們可能是 中文新利業 跟他對電子的那些 技術的理解 超不理想像 因為他很好奇 應該就是說 這不以個別人來看 當一個經濟情緒 要往上的時候 他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相對樂觀跟創新的分別 也埋下了很多問題 對中國要的警覺 這件事情其實 中國的衝擊 或中國的因素 絕對不是只有台灣人 你去看 這個韓國的人 專長到現在 只有40%的競技力 被天津金剛打塌了 那各位 一堆朋友在教說 中國的學校 有些學校 根本大學就是外國人 他是 黨在領導國家 在領導政府 他可以做到這樣 像澳門大學 在出海的分校 是直接不封網 中國有一大堆的這些改革 而我們要感受的這個危機 不是只是說 好像身份 我們怒腦怒欣這些 是他有一些支部創新 真的壓迫到我們 我們以為我們很進步 其實沒有 所以我說 對中國警覺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像資格中前面提起的 冷酷心路腦 或者是說 賣我們的媒體 首先是我們的媒體有問題 他才賣得下來 我用一個學校的領域 民主的小學 民進黨第二次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還能夠執政的話 我們才能從小學畢業 因為這小學只考兩顆 一顆呢 叫搞GDP 或是考這個收入 另外一顆考準確 那藍的呢 只看這一顆 綠的只看這一顆 對不對知道嗎 然後另外一顆永遠都不值得 或者連經濟發展也沒考得很好 台灣有哪一些社會跟制度的改革 值得對岸學習 而且已經發生什麼 我選的可能不是社員部 舉個例子 像香菸 台灣的這個 全世界有個煙草皇家公約 對嘛 那 WHO的總幹事是 廣義的中國人 稱風負責 那中國的工信部在管香菸 工信部同時也在管媒體 管四季的執照這些 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 發展主義裡面 有一塊就是煙酒的收入 所以當這個香菸這件事情 台灣竟然沒有大規模的社會動員 各位在歐洲就知道 歐洲抽菸比台灣容易 日本抽菸也比台灣容易 台灣的香菸莫名其妙變成 全世界很嚴格的一個關係 香港沒有開業 這個部分 剛好卡到中國的要害 我點到四個社會的案例 還有一個類似像 徐仁修的荒野 我自己是環保美容的 我也是 大陸有時候有幫他們一些 那種燙真什麼這些東西 可是徐仁修這一幫的這個影響力 尤其在海溪 你們下游 很多這些小朋友 你還以為他來過台灣幾次 從來沒來過 可是他講到荒野這些東西 好像他知之甚強一樣 我們在島嵐 他在島嵐 夏門的PX事件的整個運動幹部 其實就是這些人在 等於是Rehearsal 他們兩個禮拜就會 有個小船去 夏門的小島上去淨灘 這些人是PX的 PX都不是非常傳統的 抗議的這個武漢 PX抗議隊像是誰 台灣出去的陳友好 當然我很不喜歡慈激 但是我還是把慈激 當成一個成功落地的個案 因為第一個NGO 非宗教性的能夠落地 但是參政之後 就是前面 參政我也是第六天就進去 諸如此類這些個案 台灣不是 什麼社會部門都影響大 中國動不動一些NGO 是直接跟UMPD 是跟福特基金會 跟這些聯繫 台灣政治上面是公民社會 相對進步在國際的 聯繫其實是比較多的 那中國有一些NGO 我想剛剛有看到 像北京的山水 這些組織是很濕得我們敬佩 他們還在培訓台灣NGO的人 到美國幾個月這樣去 去離地學習 所以這三件事情 我都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第三件事 你要一個內部 不要說一天到晚把 兩岸關係放在上面 你自己沒有一個清楚的改革清單 兩岸關係都是一些周廠的文件 那有了這個東西 還要聯繫到對面的社會部門 那我用的Term叫做社會戲劇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說 我的開場 我就要講說 我覺得既然政權是關鍵 我們就來訪問 為什麼現在這麼爛的執政 可能下次還是其他 還是來軍會 從海溪可以看到一些端倫 兩岸的這個 這個回到大概1895年以前的 這個貿易的這個話 再加上現在 以前要做船要做一兩天 現在是40分鐘這樣 所謂地理的威力這件事情 還有得看 我就說冷戰只是一個插曲 真正在海峽 這個距離發生效能這件事情 真正它的威力還要開始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一直講 中國因素的警覺 這件事情大概還不足以 超越了一百多萬的那個 所謂政權能量 當然有可能這個 藍的體系裡面自己內鬥不易 或者是說 它就是莫名其妙的潰敗 可是我要講說 他們都跟金酒這條網路 上次建議我記得 我們台灣有辦法 不要只是模模糊糊的說 誰是中國因素 誰在裡面得力 我們能夠清清楚楚 哪一條線哪一個人 好這樣的脈絡 大家一條一條的把它拔輸出來 也許今天我們比較能心情細合的去面對 也許可以去鞭設那個 很不上帝的民意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做他該做的事情 好吧 政治的開場來講 我們來看一看一看 我正請你帶光臉 我們這一行出門要注意 你講到 有沒有人知道這條線叫什麼線 這邊是艾魂 這邊是童充 畫這條線的是一個留法的學者 叫做吳煥雍 所以這條線被法國人 直接叫做吳煥雍 當他畫的時候 我們台灣還是日本國民 1930年的時候 這條線呢說 這線的右邊佔95%的人口 線的左邊佔5%的人口 可是我現在點的這張比 是大概2010年而已 就是他人口的地步 這個一個一個框框 一個一個一個花的一框 都是他的這個線 地級市 對不對 像逐漸有9個地級市 整個幾個地級市 這樣 這條線到現在這個比例還是一樣 中國從4億到現在15億 這個比例還是一樣 我用這來開場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大一還唸過地理系 後來唸得像布朗戴爾這些東西 比如說地理這件事情 會在不是一時 它不像說明天有沒有這個新聞 邊編會有什麼新聞 它像歷史的那個長河的結構一樣 海浪很波浪很大 可是海溜在動 像一個立直的結構一樣 表現出這個一個地方會起會落 或是長期的關係會如何 好 我們要理解天朝 這是一個線 天朝現在在做的事情呢 是要大激進 就是說像這個地方 北江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伊犁 要聯合上海 上合組織 然後南寧要走 這個 譬如說是 要跟東協 我再講一例 廣西的這個地方 叫北部灣 珠三角現在要騰龍泛陽 它就是你不要去這個 越南的這個北部 它叫你一路過來 珠古時代就是 我們這種區域規劃在講 就是說 大陸的區域規劃 比我們有戰略的範疑 就是說 他們都是從大國的角度看 區域政治 然後在講我國內的產業 有多個類似 譬如說 這邊還有一個軍政府 雖然他們在搞長吉圖 長春吉門 吉林圖蠻家 他們就知道這是玩虛的 可是呢 像國西來在的大連 他就要吸收日韓的這種 IT跟電子商務 就是玩真的 就是說 他們有些 十二五 一大堆那些計畫 我們怎樣讀起來 就是讓大家 我比較不去想說 哪一些是實的 哪一些是虛的 共產黨一定要前面那些龍套牌場 講一大根 可是不會完全都是假的 我這沒辦法控告 下一道 好 下一題 好 中國有這個海 中國有黃海 東海 台海 南海 四海 鄉別處處生波 胡錦濤這平庸的十年 大概台海是他唯一 交得出的成績 我這張 這是冷戰的地圖 這個呢 是這個基督 這個是美國 這個是中國 用中國的這個戰略學家來講 他們有一個大貨不解的東西 以前我國家弱 人家還當我是朋友 我現在國家強了 要飛機送飛機 要電信送電信 要錢送錢 貪官要賄賂我 都給他 可是我現在朋友越來越少了 我還是講說 我們中國因素一天到晚都覺得中國越來越大 越來越強 可是我真的遇到一些比較誠懇的中國的這些學界的朋友 他們不但是大貨不解的 就是一定是搞錯的 就好像這個拳頭握得越緊的時候呢 那個束縛是越強的 講兩個具體 現在可能抽象講兩個具體的例子 北韓那個金山 他們都叫金正恩 叫金山 叫金山礦 沒有 金正恩 金正恩在世的時候 把北韓 中共在北韓 布置了30年的間諜 全部拔起來 而且該槍決有多槍決 現在呢 他的那個金山的辜負 大概也快 因為他是親中派 只要他是 中共不要做什麼 他就一定要做什麼 OK 所以中國的戰略學家 他簡直是養了一滴百年 然後這個還是沒有出大問題 我最後會講一個國家 我覺得真要尊敬這個國家叫緬甸 中國對他要什麼給什麼 當然也要了他的東西 包括要蓋水泊 要蓋那個海平 就是那些汽油的線 可是就在這個地方 我最後會講 這是馬六甲對待 這美軍跟新加坡共管 這個地方是要打一個隧道 打一個運河 叫巴拿馬 東 南亞的巴拿馬運河 就是 美軍不再惡有這個馬六甲愛情 好 這是中國跟演練 跟泰國一起來的 好 可是 緬甸現在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我跟各位講 這個 前面還在踐踏人權 風災又會死一大堆人的國家 值得台灣生死 它就是標準的所謂people state 就是一個成熟國家 它既讓我們中國 有點不爽 但是又不能不爽到把它推開 美國法爆 它又沒辦法完全爆進來 東協國家該有的利益 它都有 它現在是真正的成長 從我們區域規劃的角度來講 趕快走 那我要說 不是只是從商業的角度 它就是一個 會真正有一些成長跟就業的地方 下一頁 我只是要說 下一頁謝謝 我們不要只從台海關係來講 台海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僅有的和平 這個和平值多少錢 這個和平應該換什麼代價 大家不是說要把和平換掉什麼 而是說和平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不鬧它這件事 它應該拿什麼來給我們 你可以說這個朝貢體 這是天朝的特色嗎 可是各位都知道 其實朝貢體是一個經濟同時 而對中國來講 為什麼是合理的 就是是合算的 因為要用出軍隊解決 那事情常常大 明朝就是三大爭大 最後莫爾拉斯來 他就守不住了 各位知道嗎 明朝因為打這個風神秀吉的 就已經把黃天宇的書都有寫 所以 他寧願經濟上到天宇 他要的是什麼 是邊境的安全 所以我們今天 如果我今天出來 批評現在的政治是說 你怎麼把台灣就賣這個價錢 我不是把整個台灣 是指我不鬧你這件事情 就賣這個價錢 這跟我很多朋友的想法是不一樣 台海之間台 大小之間台 沒有對等這件事情 可以互惠 但沒有對等 各位知道嗎 就是說 從歷史上面來看 他不用出軍隊去解決問題 就讓共產黨不會打台 因為釣魚還真一打 共產黨會下台 1905年的俄國 1917年的俄國 包括中日戰爭這些 所以這點會開展出台灣一定的自信心 只是朝鐵都沒有這樣的自信心 民進黨發布的台灣下面抓個引擎 趕快開走 對不對 像個船一樣趕快開走 那大陸的國民黨很希望 裝了招的已經趕快貼上去 這都是命運告訴你 就是將近100海艇這樣的一個距離 你如何跟命運去對話去博弈 你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 我都覺得台灣有一個人 嚴重被低估他的價值 就是正經 正經800 就是正成功的兒子 他老爸呢 就是他爺爺是一號人物 真的值得有錢 邱孫良寫了一個戲曲叫做 尼古拉斯一關 一關是女男女 尼古拉斯是 葡萄牙文的教女 因為他甲方性變幾個 他經營著在海上貿易的過程 他是二臣對不對 這個從所有一個人的講法 到了二臣就是中臣 這個中臣其實非常明 各位看這張圖 這就是歷史上的孩子 這個 賓成功的部將是哪些人 主要是女男人 然後大概四分之五分 其實是特加像劉柏仙 這次特加人 所以這個對應過去 這是正成功招兵古跟這些點 這些地點 最後他北伐的時候 這個就是溫州上面的台州城 最後打到這個 南京 最後兵敗南京 然後就永遠打不過去 所以正成功有一部分 向賈介石 好 永遠講好反通復活 上個月 我昨天才回來 我都在馬上 各位 絕對不要你們冷戰 怎麼 我到了東頂才想 陸海通軍三軍全到齊 而且根本不是針對福州 你敢怎麼樣的話 我就要打上海 你用同溫層的飛彈 我台灣就要用熊二熊戰打不過去 真的 就一邊是遊客 熙熙朗朗 一邊其實 海上還有煙銷味 其實就像一六四幾年 那個時候的 在海上 這就是 這個正成功時代的 的這個台西 那1949年來的第一 再加上兩種旅族 就是 除了米南人客家人 再加上浙江人 好 像老鄉這些 加上一部分的江西人 各位不要覺得江西人 好像在我身邊很少 像王生這些 就是以前那個 幹州的這些 其實台灣很多江西人 奈米湯 這些都是 好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這是海棋的主角 不大會唱戲的主角 福州人 陳聰是福州人 銅鞍是福州人 台北市的中正萬華區 以前每一年都有 每一屆都有兩個議員 是福州武器 現在沒有 好 海棋正是歷史上的武校 那我講下一頁 我剛剛講說 震驚其人 非常值得研究 我覺得他跟李登輝 是一脈相承 而且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之下 兩國論是差點給他談成的 他是登岸生成不剃頭的 那時候沒有美國 他跟康熙差點達成這個協議 好 那我現在還是講一下 什麼叫做海棋 海棋是一個非常模糊 非常不確定的概念 因為大陸通常的經濟計畫區 都是一個政經發展 法律文件 法律界限 海棋呢基本上是映生出來的 中國區域經濟的傳統是分為7個區 31個省市通常分為7個區 像西安就管整個到新疆那邊去 像瀋陽就管整個東北 成都就管川崗田一直到西藏 大概有7個經濟區 根本沒有海溪這一區 海溪這一區 五千多萬人的經濟規模 只有長三角的十分之一 所以他根本不成一區 我就當著他們的官員面前講說 海溪不成區 平坦不成群 我在中國的官員面前 常常在講吐槽 可是我在台灣這邊我看到說 值得看看 雖然沒有什麼郭台銘投資的機會 值得做一些旅行跟觀察 那這地方很有趣 你看他大概是兩千 大概是台灣的八倍大 五千多萬人 三也沒有多高 沒有像台灣弄得弄得三千的 大概是一千到兩千這樣的區別地 可是這裡呢 剛好如果從地比學上來看 台州溫州 這邊福州裡面一點 南平 然後這邊是土田 泉州 然後到下面 都是一個一個海岸三角州 所以他們對外的聯繫比 對內的聯繫過 鐵地的這個地方 門裡一條蟲 出外一條蟲 敏這個字 敏南的敏 門裡面就是一條蟲 不見人裡面真難得做 我以為講敏南語的 張州人跟下門人 大概還有畫質 兩個真的是 看這個是鄉下人 就很像上海人 看江州人 都是鄉下人 然後土田人 基本上完全不出力的 可是他把全中國的醫院都包了 中國有好多這樣的小鎮 平台的一個小鄉鎮 全中國的隧道都他們打 這個很特殊的 就是從社會學上的意義 我就在那邊不多說了 就是說它是一個廣播型 而不是團塊型 它對外 它又不是像長三角 珠三角自古都是一個經濟中心 但它又不是內地 所以就掛在中間 不是發展的龍頭 也不是內地 內地我真還去過 像江西就是內地 好 再往下 有些文化的類學的部分 我們就不多說了 我剛剛講的就是 它大概是幾個 就是我不講一些神界地界 它就是海岸小明園 河港的城鎮 再進去就是內地 它就是這三個空間的層級 要用等高性看會比較整 再下來 所以我在大陸講 我懶得改這個三幾次 這上次衛星圖 這個紅色的就是他們的這個 漸層區 所謂就是不透水層 或是入室計畫區 所以你看到 這是我們 這是金門 這一行園 我順便問一下在座 有沒有知道廈門 廈門的古語呢 廈門有英文名字叫什麼 不是還有Skypo的 好 還是土石 阿摩伊 阿摩伊就是 葡萄牙 那個藝術 好 那你看 這個大概可以看到它的經濟量 所以它不成一塊 這個在中山角 長山角 就是一大片 很集中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 這樣的小城鎮 所以它對外 會發展非常多的關係 像日本有非常大的復興花 好 然後像這個溫州人 已經走到全世界 在聖米德堡 在馬河里 你以為是中國人 是浙江人 都是溫州跟德青人 好 所以它不是資本主義 全球流動的節點 一定要敲敲門的上台 一定要敲敲門的這個 這個廣州、深圳 可是呢 它又有一些 穿透內地的這個節點 海溪 你這樣用不老代表的話 它叫走出能的資本主義 要走出去才跟資本主義化 好 這個是 不知道是誰 這是朱熹講的 然後這 我妹妹在笑牌 你抱歉 這句怎麼講的 反正就是 走起不來 一山還有一山在藍燈 你就對了 那這個呢 我要打破偶像一下 這句話是朱熹什麼時候講的 我要再用各位一點時間 朱熹60歲的時候 被遇使盜 為什麼被遇使盜 因為他讓兩個離婦懷孕 豬夫子喔 純天禮 巨人禮 就讓兩個離婦懷孕 這兩個最後 都回江西老家 都去生家 都去祝祝 到現在還要做的 好再這樣 只是山這件事情是 逐漸 是你還不發展的 根本原因 而他從這個語言的板塊上面 也很生氣 而且這裡面呢 每一次官軍 在往江西那一帶 都有genocide 都有大屠殺 沿著山溝裡面 一路殺 一路殺光光這一塊 免得根本 因為是從元朝以來的 這個 這個軍隊的行為 就是這樣 因為太容易造反 我記得他那時候 紅四軍什麼軍的 董事長真的講不到他 一躲到山溝裡就沒辦法 所以也 你各位想一個地方 就是說 當時漢州 蔣經國在做漢州的時候 南昌跟廣州 都已經被至今佔了 蔣介石還敢放他的兒子 在漢州 在那邊老實心之火運動 因為這個地理的因素 日暖英雄去 知道蒙古的這個智慧 不要去除這些 根本打 就是你一打他 都躲到山溝裡去 你一走他就會 這個很多 共產黨的革命 不是在沿岸 蘇區就是在這裡帶 武田江西什麼書 就是從這裡發展出 這種敵禁國退 敵地址擾 這些講講 那這個的基底是什麼 文化基底是族群聰明 同樣講客家化的干州 一半的人是拜7月15 一半的人拜7月16 就是新來後到的這個 這種這種 台灣也不是沒有 不是不能理解 所以說這其實是 這地方是全中國最難治理的地方 再下來 好 我向浮光給你介紹幾個這個城市 我介紹的結果是要告訴他 他們之間的分裂 或他們之間的不整合 剛好是台灣的戰略機率 這個數字是什麼 歷史給了福州五次機會 他五次都趴在哪裡 這個地方呢 讀書人到現在 中國工程院的院士 一堆福州人 像林宇棠也是福州人 像賓心 作家賓心 林爵明 明哲學 中層孝子 這個讀書人 很多 就是缺少一種商業的氛圍 所以有些我大部叫孝鼠 他就說這根本是個內部城市 他現在又多了一個名義 叫做全中國最熱人的城市 那四十幾個 那他上一次這個馬尾海戰 他們說他的馬尾海戰 是他代表南方的modernity 現代性的一個標竿 15分鐘裡面 船全部 號儀都沒拿掉 就被打成 就被封法海戰 結果那場戰爭 台灣在基隆反而頂住了法國 OK 好 他們現在就天天在搞東西 他的科研的實力有一些 但是呢 沒有人服他 這個省城沒有人服他 像這樣的中國的省會還有三個 遼寧跟大連跟沈陽也是這種關係 青島跟錦南也是這種關係 中國的改革 有一種改法是什麼 叫分審制製 像寧夏圖內容分出來 寧夏圖現在寧川做的非常 寧川的GDP還超過福州 他做了一個沿海城市的省會 他的國毛序 不要叫福州人 下一個 OK 這個是我當時去做國際進行 我們去談的這個平談的規劃 還好我們講他都會說 要不然他這又可能變超級城市 這樣一個像島 大概比台北大一點點 好 當時我們跟他講說 你呢 不要有任何工業之外 你把整個島變成你 有點像蔡英文那個口號 說China next twenty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這就是蔡英文 當時說台灣 next 看看他們的結果接受 然後我跟他說 因為這個島上有四分 五分 百分之四十的人信基督教 所以你就開放跟台灣的基督教 的交流 每天來做成島 可是呢 他們為了好好台灣 他在這個地方的旅客大 他全部都是台灣那一套 什麼鳳察啦 要給你鞠躬啦 做得有點弱嘛 然後把自己敏東的文化打掉呢 就蓋了一個媽祖 因為他們不是那個姓媽祖 就是有時候 所以 我們以為天朝 什麼事情都是入心住的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搞規劃就知道 大概一半都是過場 把預算趕快花掉 跟北京說 我有對台灣好了 你要給我一點政策 但是是很壞的 這個橋倒是真心反應 這個橋在台灣那裡蓋 要蓋個五年十年 兩年把他蓋好 那就是下面這個橋 他的族正過來 如果這個地方 他們的比亞迪直接進駐 全島通通都是用電動車 全世界來來批 還好他沒這樣做 他還是拚命蓋馬路 因為馬路越寬 土地越貴 土地越貴就是土地財政 所以先蓋馬路後花錢 後還錢 我的意思是 好在福州的思維是落後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高鐵禦令站 就直通你台灣心事 從來沒跟我們商量過 根本不是這個基礎問題 這一條船呢 一趟之後回來 現在要通台北港 我是基隆區域的主持人 我也是新北的協中主持人 這種事情各位覺得是小事 這就真的叫做中國民主 台北港是BOT的客港 基隆港是客港 可是就因為他們選了台北港 所以就因為他這樣 開始檢疫通關什麼都要做好 因為你比較近 離他比較近 可是巴黎一下來 根本沒有人離到 對啊 那所有的中國因素 都必須要有台灣的代理 才會發生注意 無所謂 反正這個多一條船 因為每一 你知道這個船 它一年要貼四千萬 它倒貼四千萬 這個船才活得下去 是蠻快的 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好 好 接下來 那南平呢 現在趕快記得這個名字 這名字要再拿掉 因為他們在黑管觀光 所以要把整個市 變成五一三市 大家知道 只知五一三不知南平市 只改成五一三市 叫三明交通會 那我覺得風景真的很大 因為它又不是江南 又不是華南 這個江西內來的風景 我就看他們的 印象大風景 作為一個Business Model 是成功的 帶動地方的就業 都是高中生出來演的 而且這不是演一次的 什麼Ting out 這樣子 是一天好幾場 是真正帶動這個 山區裡面的就業 而這裡面呢 那個茶 根本買不到 都是假的 就是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茶變成 茶其實是中國的一個實力 或者是華人 因為全世界的茶 就是三九八里 對不對 就是T-HR 茶本來就是華人的耳汁 因為它自己搞雜 因為它所有的這個茶都變成 好像通關蜜語一樣 要去打空中南海 打空地方的實力裡面 打空什麼 所以這個要貴到不能啊 五百公克是一萬人民幣 這種 可是就是越貴才越叫通關蜜語 美西茶 然後古蹟也搞得亂七八糟 那我要講說即便如此 如果它跟嘉義的水上機場聯營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效果 叫兩三聯合 就是說我們阿里山 他五一山 他是雙十一 飛木子文化一山 他去拉孤河浩特 去拉這個 烏魯木齊這些 沒看過海的人 先玩了一遍五一山之後 再來我們嘉義 又看到阿里山 因為他大部分就知道阿里山 然後又可以看到海 我跟各位講 我現在講的是彰化貫線 大家已經知道了 已經要推進市場了 所以不要用藍綠這麼簡單 地方跑起來 要就業的時候 中間很多人在前線 好 再來 泉州 真的像目標 我們是很量數字 泉州其實是九百萬人很大 泉州很散 近江就自己有一個機場 自己花錢幹人 然後呢 又還有這個安西城 什麼一大堆這一步 老人泉州城其實是出了不少哲學長 有一個祖籍是阿拉伯人 本性性靈 後來叫尹智 就是萬一十五年的 我還去他的 只是經典不多 這個阿東 這個才叫真正在拜媽祖 這就是你男人在拜媽祖 在拜天飛的時候 那種誠懇 所以上次志德講那個 管他 那個叫有妙無神 我還去天津 他跟叫我去發表問我 只能從頭到頭講 就是中國他會辦很多統戰的活動 他自己都知道台灣人的東西 可是他就是GDP 他就是對北京可以交代 對他們 我有不會對台灣做點事 來點政策 他要的是審批 中間要審批一些特權 可是 我們男的這種信仰 包括什麼尊王這些信仰 是真的 我再講一個例子 我那念過了 我說你真的是傻傻的 人家關公來台灣給你統戰 你就問他三個問題 第一個 我可被捐款 第二個 捐款可被增進 第三個 捐款完可不可以成立信仰會 就關公會 沒有一個可以 這在台灣哪一個地方都可以 如果宗教民俗社會 公文社會的國模 是台灣的強項 用在我們執政者裡面 是完全不用的武器 因為郭台銘是山西人 然後關公到台灣 那怕來怕去 所以我真的一件事好擔心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時候他是真正厲害 今天如果要講 他們有些真正厲害 他的官員的進取 認真 跟他們那個說到做到 印象標的這種 這種東西 這個你要怕 他敢於改革他的大學 他敢於把整備的學校 他敢於就是說 做很多新的事情 尤其是特專制體制裡面 這個你要怕 可是他統戰跟一面 果然疊心道理 真的沒有人信 就是陪他做做而已 好 再來 好 我說 我跟廈門員講 我現在有些學歷在廈門 他們那些 我就說 你要把自己當 你其實像小上海 缺點像小上海 就上海人 這跟全中國都不同 這一點 這個廈門員的果真就是人生 那 他跟他周邊 如果能夠更整合起來 你可以變成閩南修法 各位知道 曾經有一個共和的國家 我講中華國 這個國裡面有一個神 叫做閩南神 真的 就是講閩南語的 一直到朝鮮那邊 因為廣東有四分之一講閩南語 都被那些廣東話講客家話的 好 這些廣東 這個閩南的這一塊 首輔是誰 不是草州 不是散東 是夏敦 可是夏敦就把自己做小 天天草的地址 然後就是 再再帶來 日子很好過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比較輕鬆的一條 事實上他們還是相對認真的 好 再來 好 草環環環蝦佳 我拍的這一個是夏敦 就是他揮怕絕絕啊 全中國最貴的草地址 溫珠就是一個小民元 溫珠人在全世界段以前 總是要回家農藥一下 好就開始草草 草草草草 這個比北京正存一個地址還貴 可能是歷史 但澄清他是對 就這麼不齊一個爛房子 全中國最貴的 就見識到溫珠人草房的這個意義很厲害 應該台灣也有被草 淡水小民頂上面有個38層 在離我們國家公園500公尺的地址 外號叫8 掛殘掛掉台灣8個建築 結果現在全部賣光光 因為縫紋潘11 在上臺已經開賣了 不准負資來炒 人家叫區縣負資早就已經炒單了 金門的房地產大概跟中手一樣 金門十幾戶籍的 大概五六萬 各位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早就跟他們在國異之中 看一下 好 這個是講客家話 我也聽的 我自己就是客家 這就是講辛苦那個 他們就真的比較在內地 可是他們看其他江西點 又覺得他們是內地 這個我們就一起去做旅行 去做考察 這其實有些項目 我拿淡洲來講的是說 1979年鄧小林做的這個深圳 其實是有模本的 這就是中國式的改革 畫一個定 這個定不能太少 大概半個表現這麼大 就淡洲大概是淡個淡洲 就仔細先你先試試看 改成了就大家認識 它基本上是一個社會改革 不是太多經濟下的 當時的一些包括 不准抽鴉片 然後要留一些衛生習慣等 這些事情還一定 好進行 我覺得這個也是蘇維埃的疑運 就是說蔣經國在這個地方版的 中國化的蘇維埃改革裡面 那史達尼內號拿來用 社會主義新人 到了台灣再搞定 給史達尼的工業 就史達建設 好再下來 好 烏坦烏坦烏 那個去啊 那個林祖來 林祖來 林祖來 他就問我們說 你怎麼現在才來 他有沒有什麼台灣政府在我來 他跟我講 這個是薛景波 就是他被行求少的 就整個救出 然後這是烏坎村 這個火頭山要下去看 地土全部滿 所以烏坎他們說 要爭取農地回來要種地 你這回事都騙了 早就已經都不是農地了 他們也是烏坎人在賣烏坎人 但是總的來講 烏坎之後的烏坎中國是不一樣的 整個爭地的成本大增 土地財政的速度會被解敗 就是當烏坎沒有用正報警察去解決問題 最後倒霉的是其他地方要用 要不要用這個徵用土地 就把農民土地拿來再 再拼除出去變成建立 他的困難度高 這個保證中國的基地就會往下走 所以烏坎 但也許在民主路上還有很多問題 他們的小小朋友圍國 我到現在很認真 很挫折 說什麼大家都忘了他的貢獻 在努力啊 現在他把工作 把深圳的工作用掉回來 來當義工啊這樣 所以到現在在家裡無所事實 有很多小朋友來抱怨 然後這個民主兩人做得很辛苦 這樣 可是中舊來說他改變成這樣 這都是烏坎園區牽外地人回來蓋的這種路加區 這就是他們啟示的那個廣場 這個趙恆太平洋平還是 也是平洋平 他們講話我大概有興趣就要帶 好 好 這很有趣 就是說 中國不是有這個 這個寄生嗎 是 計劃生育嗎 計劃生育跟其他的屋口這些 都變成一個利益環境 因為民視館寄生的人 就可以罰人家錢 可是你知道沿海的人 尤其米蘭這一帶 就相信一定要多生 一直生到福建那邊去 大概到了台州 連溫州都這樣 到了台州再停下來 唯有去看周三巡島就沒有看 你怎麼看呢 你仔細看房子 你自己的農地的就在你七地 我蓋七層就知道他家有七個門子 有六個門子 一層爸爸媽媽媽說上面有六個門子要 小孩要回來 一年就用了兩天 可是呢 就是房子蓋的密密麻麻 那這種操生的背後 其實是跟他的民營經濟的關係 因為我養不起 那這背後還有一個 改制度改革的困難也才是哪裡 就是說 戶口為什麼不能廢 有很多人靠縣市戶口為生 在賣自己的黑戶為生 寄生為什麼不能廢 其實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就用了 他現在早就應該開放二臺這種事情 不能這樣 很多人靠它過 以前改革的動革 現在都變成改革的對象 再下來 海溪 對於大家為什麼民營經濟的很多 但是他不是一大片 一點一點都會很強 等一下我講個例子 中國的中央電視台第五頻道 全部都是體育頻道 都一個地方人包的 就是禁駕的一個鎮 他們是國際平台 已經到NASTA去上市 一個鎮的人就把整個電視台一年的 他們的網告就像我是歌手的收入 這樣增加到100倍 因為他們很多人在看 像這樣的尺度 其實不是只稱隊友 他們自己也這樣在 好 再下來 那我跟我的團隊 我們常常會關注社會運動 社會抗議 如果能夠到一個清淨現場 或者事後趕快訪問一些人 海溪喔 包括海溪的阿嬤 都會把東安繳戒 這種事情都發生 都是跟石化業的抗爵的關係 一大堆 有一些幾乎是準階級戰爭 這裡面有種族 有地域跟這個階級 這個我們有支禮有沒有寫 在這裡 湖州支禮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 像剛剛講溫州 他的資金額斷了 他要借款 要30%的利息 利息 公有銀行只要8% 不公平 所以國企不肯條利息 私企資金面斷的 眼睛大王 天道不跳 這個時候 他們只有兩個座 他列的這個書記 就是說 要嘛抽本地的稅務 要嘛抽當外地老公的稅務 很像歐洲的這個階級戰爭 歐洲叫沿頭稅對不對 他這個抽叫雞頭稅 就是支禮做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圖裝 小朋友的衣服 設計可能法國人設計 做是中國人做的 這個地方在抽雞頭稅 一個雞頭不敗派 就是那個紅刃機的雞頭不敗派 雞頭都是誰 那工人是誰呢 是安徽宇比較窮 就安徽宇第二天 全部支禮的那個 那個什麼雙B的 什麼什麼四個圈圈的車子 就是老板車全砸了 這種事情台灣人不多人知道 這種事情 那海雞天天在冒 都在你天天 常常在冒泡 那我們因為是比較接近地方 我們沒辦法看錢中國 看錢中國 看錢中國 像這種事情呢 你就知道中國要變了 會不會一下就變得怎麼樣 我們也不幹什麼 搞不好民粹以後的中國 民主以後的中國更民粹 我們台灣也不敢多說什麼 可是社會沒有停在那裡 從廈門的PX事件 和平落空 潮戰那裡是要打起來的 一路這樣在動 隨著他工資的成本 環境意識的提高 他根本就不是台商投資的高低 所以他的戰略上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你拿這個地方來對台 不會有台商去投資的 我所謂的台商是製造業的台商 搞錯了 郭台銘去 禮拜禮去水很深的重慶 郭台銘去鄭州 對不對 都跟著中國鄭州往裡面走 所以台西不會是有什麼製造業台商 除非是你在那邊很有根基 他會縮小點規模 做車用電子還不錯 那這樣的一個 不是投資標的的區域 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如果今天真的是一大堆台商在那邊 你還真的是人資在他手上 就很像今天上台的台商 上台的這個花橋那一代 或者是現在花橋那一代 都是台商 老實講 台商是有味道 到底是我朋友 但還是他母 我都說不出來 當然是做台商服務 可是整個共產黨 要收集台商的這個疫情 誰家有小老婆他都知道 小三小生他都知道 那也就是海西不會有這種典型的製造業劇情的時候 他在區域規劃上面還有哪些戰略 我下面講幾個暗影 你看 呵 這很好笑 就是說他們很多聽說是學台灣的 就是說有公 捷運上面的行為藝術 在反這個繁華爐的 然後你看這個是什麼 在反這個破 拆遷的破文科大體一樣 反正這個 他們也都有公民社會啊 也都是出來這些啊 但有些我還認得 是不是在那裡 就是他們跟我們 就是做下一個 就像綠黨是一種國際主義的 就像以前的馬治主義是國際主義 我跟妳講王冠林的口音是什麼 一講我就知道妳是贏類的 我就在中國就看到這樣 他們是草根的 他們是對國家 不太常講什麼 他們都沒興趣 他們都覺得妳在講這個就變了 他相信的事情就是 就是要更乾淨一點 包括政治要更乾淨一點 環境要更乾淨一點 這些東西 這個中國在海其實很清楚在進行 泰語是成功的排除了這個繁華爐 因為那邊住了一堆拿筆的原住民 溫州呢 有一些溫州員 溫州家員非常精彩 他們也用網路 上次鄧玉教那些案子 也都是用網路去攻擊 去監督市政府 現在廣東的預算已經上往去了 只是三公之父那一塊 留的特別寒序 也就是說一個留步 但是有再往前走的公民社會 在海西是出現的 寧波也是 好 好 那我現在講說他們有持有虛 中國可能真的在這一次 因為不只在海西 我在西上有看到那些什麼情況 就是說 我們這一行的話叫空間這裡 像高鐵 把台北跟高雄的距離 比高雄跟花蓮的距離還要近 這個大家容易懂 對不對 就是說物理的距離是一回事 可是因為通信的科技 自己市體的這種距離的時候 高雄台北是一個多小時 或者花蓮 除非你坐飛車 好 所以這個情況 閩南或者是整個福建 一千年來的這種地理不變的因素 很有可能被改變 我自己親自體會的是 我們去我們的高鐵 已經算是容量很不錯了 你去做他們的 就是俗下之間的高鐵 單單客 這個 票價平均單價普遍 一公里的單價是台灣的三分之一 一方面是它不必徵收另外一條鐵的土地 一方面它的資質率比較高 不像我們技術依賴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它 BXM是成功的 這個就是高鐵要怕是怕這個 雖然溫州動車出事之後 它現在降到200 它這整個營運模式是什麼 它這個動車會有三條 在廈門 一條端點是昆明 一條端點是往那個珠三角 就是深圳 所以廈門 你不要看它在一個三百萬人的城市 它會有三條走的 一邊往上海 一邊往昆明 一邊往這廈門走 這個它就穩穩比福州來的強 所以他們對於高鐵的投資 對於高富工的投資 我溫和他們的工程界 大概我的地方一公里一個地 大概就跟我們兩高價成為 比如說在海溪要打通高速公路的這個成本 它管它了 反正是國家這樣拼命挖 拼命幹 可是這件事情 人家所謂說中國模式 在產業建築模式 就是在一大堆大家不敢下手的時候 它先下 不管在太陽龍也是 還是在別的地方 它敢先下 就算五個裡面四個失敗 那個它就賺到了 可能在高速公路上 就是在基礎建設上 這件事情會發生在海溪 這個就是假的 海溪呢 我看他們 反正我是比較不問不理 我也願意觀察他們 但是他們不願 他問我 我會跟他講 你的問題在哪 講得他不聽 但他價值 我就注尋他了 他們繼續走下去 他就只是一個 一般性的工業區 他導到現在 唯一一個指標性的台商 叫宣建生 自從江西從上面過去 宣建生十幾歲以前也是在大陸生活 他是習近平的打底 是給習近平的面子 不是真的 平潭都有指揮 平潭現在的低價 已經一十週還要回 那這地方就沒戲唱 好 再下一步 那我剛剛講就是這個 三線高鐵會在集美這個地方進來 現在像那個高鐵站在市區 這一開始他機場 機場會搬到我們進門的內面 然後高鐵站到這個集美這邊 這有三條線過來的時候 它的海通通路出來 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 我現在講都是有事實重要的 他們找歐洲是KM 河南航空 美國是聯合航空兩家 進駐他的新機場 他的新機場只要兩萬塊 像清台要回國都去兩萬塊 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坐飛機去小山東過去 他的海運早就是這樣 他的海運 就是說 他跟你那邊好像是對台城的很友善 從來沒有讓你 小船拉過來 週幾個都活出去 因為他量很大 可是在台灣的運氣 今天像我在台中做 那些比較好的家具 還是台灣做對不對 我們是千頓的小船拉過去 不是到泥波 就是到廈門 然後再次回到這裡 所以海空的公路 海溪現在主要它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 福州跟廈門倒地 然後 它如果真的是 搞一個薄熙來 通通倒地 我們真的很慘 第二個 它的基礎建設還不到位 有些軟體還不到位 搞不好 搞不好 等一下又動車出事 一下要怎麼出事 可是 它不會一直出事 當這些 我現在講的東西都不在 都不在衛隊 什麼宣傳 都會發生的 你知道嗎 當這些來的時候 台灣從國土規劃面 到國的來回應 再想 我們就勘派看它實際的財政 台灣沒有一個突發局的決戰 要去背市政府一半的財政 但是即便不是 它不可以背一半市政府 假設苗栗鑫是一百億 那個發展局長要背五十億 台灣沒有這種事 可是 所有紅色的都是它的土地財 這是平台 平台更嚴重 它是土地出讓是財政收入的六倍 你知道就是百分之八十都是 用以後的土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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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現在的情況 這種 你們覺得財務人家 這槓桿太離譜了 我們是收一塊錢 用一塊錢 它是收一塊錢 先拿以後的地 因為地有的還沒賣 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買 先幹了再說 那你就會問說 怎麼有那麼傻的人 會來接他的工程 那就是中國這個 郭家瑪的四兆留下去的結果 一定要 你趕快去做 中鐵幾居幾居 劉志軍那時候出事之後呢 一大堆 咬喬善那些什麼中鐵 他中鐵有二 中國鐵路有 南車北車有二十幾個區 一大堆工程員 他只要有工作做 至少薪水還是可以 找我去銀行帶 用那個工程的項目跟銀行帶 他如果連工作都沒有 你知道 他就會出事 所以 就拿這個例子來講 高鐵的集團 即便劉志軍出事 他怎麼威脅溫家寶 溫家寶是空頭准利 他就跟他說 你這樣好 你不給錢這樣 你要不要取消我下面 他把所有營收帳牌 在春節行為不發 公廟什麼都不發 全部 大概加起來五十萬人 要去中央 要去北京上訪標 因為中國人 你可以欺負我一五年 可以一過零掉一個錢 我過年拿不了錢 家裡絕對我們沒有用 對同零工來講 結果 他往趴趴的 乖乖一千多億拿出來 就會過這個年 福島的核災出事的時候 溫家寶說 這樣好不好 核定警察你們停一下 我們檢修一下再上 核定的總經理出來說 總理 這不是你們的決定 所以 如果哪一個朋友 告訴我說 中國共產黨 多麼雄壯威武 天來很快 我講的這些都是實際 都可以查得到的 我現在講的這些 華動網路上都查得到的 好 我還是說 那是全中國 對不對 在海溪這些事情 都發生 你就不要只看到他 建舊的他 建他高樓 快不快起 看他馬路大大開 他的虛弱那一面 你應該看到 再來 這個是 下面 下面是比較大的一個技術 因為平潭在五十萬人 下面是三百萬人 我說是低產之多 你看 下面已經沒有地方好 旁邊都是三 那就只猜 已經 最簡單是猜農民的地方 因為農民 農民是Potato 最不會反抗 也都是自殺 這樣叫上門 對不對 上到樓房 下門現在就得 得猜老市民的房子 類似都市更新 上台早就這樣做 這個要占他們的收入一半 你這個政府 有一半的時候 不要去靠 這個真土地來 你這個政府手上不帶點血 對不對 我這是中國的實況 海西還是 還是相對普通反文 OK 讚 好 這個呢 好 你說我這樣 好 好 出來 好 冷戰實在 1970年還冷戰 對不對 那邊兩邊沒有空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寶辰血液 蔡佳 我們這邊有施政龍 什麼就是彰化這些 因為我一聽口音就很像 就是陸港的這個 這個叫泉州音 還不是一般的語言 就是 就是 雲林跟這邊都是講這樣 泉州這個地方 有個地方叫做 晉江 晉江裡面有個小鎮叫做 陳歹 那歹龍台灣 那漢字都很造型 我一進去看 外面 像他們是帶我去看那個宗子 外面呢 看起來像閩南的劍子 一進去看 沒有任何源頭的雕像 叫 陳歹萬榮丁 裡面全部姓丁 有一兩萬人 然後呢 都是穆斯林 他們是 明朝當時要徘徊的時候 趕早 都跑到郊外去 然後就開始開門 那這些人呢 就是我們雲林坦西姓丁的 人移民的源頭 陸港園 他們在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呢 叫安踏 七匹啦 什麼這些 已經在納約上市 他們會做的東西 還是 就台灣人會買 因為品質沒有非常好 可是這樣實在是大 他現在隨著穆斯林賣過 賣到北非 賣到阿拉伯 他不騙Nike 你知道 我們是Nike的供應商 台灣就是 即使你像郭台銘 你還都只是人家打工 他們 同樣是米南人 同樣是近江人 甚至同樣是穆斯林 就是米南化的穆斯林 他們是 自己做的 我覺得講就是一個鎮 把一個中央頻道全包了 這也是海西故事 他從來都不需要提到你台灣 你也不用來教我 好 所以整個海西在統戰裡 講那個以台為語 這是必要 要對中央有交代 每個地方台辦都是 各位去看看 去問問中國的官員 他們怎麼看在台辦裡 是最精英的人去台辦的 還是最賢猜的人去台辦 台辦在各部會 或者各局處 都是去拜託人家身手的 要給 讓利都要各部會 去把他的正常的 稍微扭曲對台 有一個偏向好處 所以都是拜託人家 只有96年的時候 那個大師緊張的時候 台辦好像沒用 就賢猜座 全部被換掉 全部被換掉 所以台辦這些人 就有點像我們的 人惡啊 或者是人失事 或者是什麼 政策體制園 一些 就是那種 蝗腸型的單位 製判特別多 打拼情報特別多 效果不準 那我要講這個故事 跟各位講 其實海西是根本不需要台灣的 那如果台灣要跟它有關係 你還可以真正想 你還沒辦法 裁判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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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 因為裁判是裁判是裁判是裁判 那到底誰去呢 我看的結果是 農業 服務業在裁判 下面 這我剛剛講過了 就不多說 我們的海空運 各位記不記得 有一支韓航摔在民國 賠了很多錢 大部分是中國的雄生 那個叫第五韓拳 就是說它在上海起飛 在蕭山起飛 然後在手蚊接人 台灣有跟什麼好 沒有 台灣沒有第五韓拳 台灣的海運 對外不如相當 對內不如相當 對外不如死相當 我們海運也被它鎖死 結果它的港口一直在起來 所以這個是真實的情況 如果你說你讓利多長 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說外國人 我們也不如 你說什麼我們比較親 我們沒有不如他 但是大概台積就是 盪到不低 好 但是我要講這個衝擊 連橫濱、神戶、仁川 都衝擊到 是這個地方 我們自己北台的港口 都沒有整 這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要講中國因素的作用 大概都是因為 你自己沒有整合 再下來 好 在座我的鄉黨的朋友 我看前期上 這個鄉黨的朋友 我講一下我對鄉黨 我剛好 因為我們整個的論壇都會講 台灣要如何 畢明香港化 但是很鼓勵香港台灣化 但是很鼓勵香港台灣化 香港現在在社會風起雲有 戰衷入鬥 我們學都市規劃的人 我就這樣說 大貨不及 就是只有從政治上來理解 香港的無能為力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香港人到內地去 有高鐵通 你如果不講說現在香港跟中國 關係在 你站不在這裡 就是有一個半島 或者有一個地方想要跟整個大的陸房 調通 你同不同意 因為飛機是比較好的 軌道系統當然都是比較好的 可以跟陳佑 香港的地點這麼好 這種可以討論的事情 在香港 我們比較喜歡的人 都是反對的一邊 都是在比較不合乎直覺的那邊 我一個學弟 那另外一個 香港 英國人搞了150年 只用了他的比例面 是20% 好 那如果你今天 像我記得那個 Matrix 然後到香港去拍 這是舊的 這是新版 每一個動不動都三十幾次 所以它可以變成全世界最節能的城市 可是代價是 它每個人住得跟哥哥龍一樣 新加坡也是英國體制 新加坡也是儒家軍王在治理 新加坡還強調說 你住在你爸媽附近100公尺 可以優先配國載給你 新加坡住的情況都好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講土地下的原則 這個從我們都市研究的角度來講 這就是 它去工業化之後 它唯一的政府財政來源就是拼圖土地 所以土地一樣非常貴 像日本 韓國 台灣 我們帶高鐵 我們不會用說 你最後土地能夠賺多少錢回來 來評估這些就要不要賺 他們的機場新線就是直接用新證去算 英國人在那邊沒跟你客氣 通通都要算 該期的要提升 在它殖民結束前要提升 所以香港的去工業化 導致它今天只有地產 香港是一個不用稅的城市 可是你三分之一的價錢都在付給房地產 香港的金融業是少數人在就業 大多數人是在掃土地 是在掃地跟掃土地 這樣的一個落差 是英國人造成的還是中國人造成的 還是有做共產黨造成的 網路上有一個文章寫的 他是一個同行民主的人士 大陸人 他看香港問題大 香港根本不懂得自己如何做主 因為中國喜歡管一些政治性的事情之外 大部分事情他也不懂 還是香港自己管 香港沒有搞好 楊振英說我要輸 我要蓋八萬戶 我要疏散都市的這些秘密 從我們都市政權來講 當然對 可是連這個事情也不能討論 因為他可能是過我們的 他是叫中環市長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民主為何缺位 為何 新加坡現在島上都還有石化列 就在那個 綠蘭公園區裡面有石化列 然後地產今天變成 哪一個地產霸權決定 克首 這些事情難道是中國人來了 中國人接收了 才形成的嗎 中國人只是搞得比較粗魯而已 英國人的這個結構 就是反殖去殖這個結構 才是香港真正的命題 他們的基層 左派的民建民這些 類似照左 類似很像國民黨的那種主題 就是街坊走得很熟 可是他不會真正代表下層第一 但如果代表今天香港人的 都是這些 所謂大律師這些民主派 當然打不過這些共產黨 這是我對香港很觀賞 等一下的 所以 香港的這個新建東北開發的問題 我最近會去跟這幾位運動者 在好好討論 香港需要不只是一個正感的方案 也因為它就是一個City State 它也需要一個都市計畫的方案 告訴大家為什麼我們值得支持民主派 所以簡單說 建國的方略裡面 一定要有實驗計畫 對比這一類的提供 我的結論是 為什麼我們要介入海基 剛好香港告訴我們 這張圖是 香港 這邊是深圳 香港從鄧小平1979年 開始要搞深圳的時候 他就坐在那邊沒事 過他的好日子 深圳今天多少人都會知道 不算外來人口 1400人 OK 深圳有中興華為 有騰訊 有這個任正非 反正是一堆真正的企業家 當然是很愛打理企業家 可是我就是說 這些人不是廣東人 深圳走在街上是講廣東話的 我遇到那些深圳的工程師 他們是真正認同深圳 說我就是要中島在這裡 中國第一個不是因為逃難逃荒的城市 而移民的城市 深圳 我跟王子在裡 我就在裡 雖然最近好像 繞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 我就跟他講 你要這樣才界定 深圳 他的總部也放在這裡 我是說 今天有一個1700萬 又有科技實力 對香港就是沒有科技的實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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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東西壓在你的頂上 你叫無能為力 你之後就跟人家講說 橋要怎麼通啊 什麼 然後 要不要通水啊 還是要自己淡化 這些都是小型 各位知道嗎 今天如果 新加坡的北邊 有一個 兩倍新加坡大 科技實力比你好 講的就是 原地的英語 就是只是內地 因為 廣東人其實跟 其他中國人 要大好多 這樣的一個 深圳在這裡 今天如果海溪 有一個超級城市 不管在福州那邊 還是在夏門那邊 台灣也不好 至少台灣的中小溪也不好 台灣 台灣 北中南對海溪 有很密要的概念 南部因為是黨口為主 就覺得是威脅 北部根本不依海溪 新竹以北 那至少是看上海 或者其他的經濟板塊 就在七大經濟板塊 可是 中部 像胡志強就跟夏門沒來嚴峻 這其實其來也刺 可是人家BRT做完 現在已經在做地鐵 我們的那個 台中還在 轉一轉去 台中部地區 跟海溪 有一些誤會 這我也會講 就是最后海峽的通道 如果要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我會建議你 下面 我說海溪 不是一個地點 海溪是個角度 因為我們是他的東邊 所以我們看 從天津到朝鮮都叫溪 就我們為主體 他都是我們的溪邊 所以海溪是個觀點 或者是假 海溪是一場 準備開始的博弈 一邊有心 另外一邊無意 海溪還有可能是一種文化的論述 就是 有沒有辦法把台灣的核心價值 在閩南人 各家人 福州人 浙江人 這些比較聊得來的地方 能夠被看到 能夠被做出來 這裡面四個框框 有一大堆可以談的事情 有海峽中線 很政治性 海峽高鐵 這些東西 這些呢 像金下 你知道嗎 金門的垃圾 都是大包運給台灣 如果把台灣這種資源回收的精神 在金下之間來施作 至少省了一堆碳子機 然後我們的海水淡化 一度是適合四十幾塊 其實通水也是不反對 沒有什麼時候 它斷水會包圍金門 我們一百萬台商在那邊 都不怕那麽的錢 對不對 然後呢 像用電 金門的用電是 台灣用電的六倍 因為都是重流域過去 有一大堆事情可以改 可是台灣沒有看到這個機會 我再講一個例子 金下的 一代已經通了 就是我們有那種 海藍直接 電力直接 二十四年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雖然是國馬不同 它86是886 我們打 打中國的電話 理論上是打室內電話 就打 像開店打高球的電話 這種情況下 對第二類電競 對第三類電競 就是所謂其他的服務業者 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call center不一定是最好 都有可能拉回來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 有些那種奇奇怪怪統一能夠真的 其實有可能回來了我們金門 但是前提是要同成化費 這些都是一種制度性的創新 我等一下還可以講 那學妹在負責的研究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健保卡 在那邊用 那代表什麼利益 代表我們的健保的檢查制度 要落在他頭上 他用假藥我們可以罰他的 這是全世界第一次的雙重短制 而且是我們管他們的 這個要不要深入去 第五行權要跟什麼換呢 能不能說這樣 我們的電視落地 他要跟我們換什麼 就是換一張電信的執照還是什麼 這又有產業的利益 又有民眾的利益 我只是說台灣的當政者 沒有人 這一局不是窮局 這一局是一個局部的局 可是沒有人把這一包搭起來 好好去彈出一個漂亮的局面 結果是什麼 下一個 結果是我們的縣長 自己跑去搞的 我剛從馬祖回來 馬祖說 你什麼都不給我 我就來搞 可以嗎 這個是從來沒跟台灣商量 他說話三條線 你應該也是第一次看到 中國工整位 然後呢 這是海峽的地址 跟高度 這個是英法 我的感覺是說 不要因人廢物 海峽的通道這件事情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講 英法在海底隧道幹的事情 這四十年很多磋商的活動 英國一直很 英國跟台灣的情況 一旦通上去 他就不再是人物黨 所謂光榮的獨立 對不對 可是通上去之後 你難以想像英法會打仗嗎 因為這個隧道這麼貴 這個隧道也很多的利益在裡面 所以 如果今天 我現在講不是現在 不是未來時 如果問我們做局域規劃的 要選一條路線 我會怎麼選 我跟各位這樣 我會選 你下門到我金門就好 你金門還是我台灣人 然後呢 金門要東哪裡 這很重要 不要隨便選 什麼新竹 因為新竹的人 根本就直接坐飛機去 到烏日 一方面呢 是這邊有一個 比較淺的這個沙丘 然後烏日是台灣的國境的門口 入國的大門的時候 中部的地方可以重新發展 不要只是賣賣物資出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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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有一些真正的 因為現在的油量 是一年一百萬 一百五十萬 你估計到四百萬 就越多 那阿公阿嬤去坑林館 大概都走這條線 大概是九十分鐘的路線 這種事情 中國 因為台灣要肯 你他才有可能性 這種事情呢 不是技術問題 是政治 是信任的問題 所以慢慢來 一點都不要緊 我現在講 2042的時候 30年後 或是29年後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 那時候搞不好中國 都已經民主化了 所以 值得慢慢去跟他簽 或去跟他談 但絕對不是這種 你單方面決定 貼在我的頭上 我就是說 我們海西要 有一種態度是說 沒有那種保持現況這回事 現況都在變動 你要面對它 要敢於下旗 而且要下到它的要害 下一個 什麼叫做要害呢 這叫做要害 中國有三座大山 看命 離書奶 還有什麼奶 住房奶 對不對 中國現在 我們台灣人到中國去賺錢 賣個泡麵就可以買 把101買下來 或者是幫人家去打工 你知道 有一些產業跟技師 說過財民基本上是個福利企業 就是我給你地 給你電 給你招工 你幫我講一堆 所以他是個遊牧的 你知道嗎 好像夜市這樣 那夜市是20幾萬人的就業 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 如果他們 在現在正式提出邀請 就是說 你能不能在平坦自己的醫院 讓台灣人就用健保卡刷 我們去 不問全世界的案例 沒有 就是 保險體系都是以國民為犯 要不然就事後回來 台灣去等於是用這個 檢核再申請 重大傷害 或者這樣 一致零醉馬 糖菲什麼這些案例 如果要把它藏在花 全世界 這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個 是雙重管制 他受他的醫療監管 還要受我們的醫療監管 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 你共產黨不是寸土不讓的嗎 你怎麼會有這一招呢 又是一個利益可以解釋 是不是 因為 中國的醫院 藥的獲利占百分之50 全世界大概都是13、14 台灣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藥不能太多 不是整個獲利最重要 中國的醫生 一定被藥包了 不敢說每一個 大部分 所以 你根本不需要吃的 他也才給你吃 這樣才看非能源 那如果台灣這套進去的時候 民眾會對他的信任提高 就是他自己管他不信任 被台灣再加益成果 民眾會對他比較信任 他的那個信用平等會上升 很降平坦 最終於三甲變成二 二一變成二甲 這是他的鼓勵算法 所以 民意叫什麼 叫服務台胞共同加油 要統戰你對不對 實際上他有他自己的台算 搞不好台商那麼沒幾個去那邊看病 搞不好也有 我用這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不要把對手無限放大到很強大 那也不要把對方看成善才同志 都不是 那有他的利益 從這樣的這個 這個要還是不要 我們還不 因為我們任在建保階還在改合衷 我們那個官員就是說 我們改得更好的時候再來考慮看看 因為我們一年五千億 其實這個大概是千分之一不到 目前從大陸回來的 台灣建保階 那不到千分之一不到 就算加一倍到千分之二 實在是少是落實 但這突破的效果很大 這後面台灣的這些 加指跟觀念 還有這些醫療的這些機會 會在 過去不具體的地方 下門 廠根醫院在台灣 各位覺得是不是最好 就還可以 可是如果去廠根醫院去做訪查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那麼信任 就是大陸的民眾 對長坑醫院的信任 非常好 因為台灣的醫生是不能看病的 只能叫教學成 可是呢 台灣的醫生因為醫院已經斷絕了 從醫院的一堆斷絕的藥商 直接包圍醫生的這個 所以我們的婦產科 心臟這幾個開刀的科報 在那邊排滿 一天到晚接他們書記打電話 哪一個病人我要談進去 我現在覺得說 我們常常面對大陸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們沒有優勢 我們出版業者 有這些 我的確覺得 從製造成本 或者是從創意 或者是從創意 個人來講 那都比我們優秀 台灣核實有別軍政號 可是呢 你看體制的時候 你要講台灣過去30年的民主化 就是來走 我們的藥政改革做得好不好 還不夠好對不對 還不夠好 購好了 在那邊是抬起頭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只要照台灣的規矩做 你就贏它一大大度 因為他們要到那一步 他的醫生就有很多 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就有很多 好 這是一個案例 然後過年去看 這是他們的橋段 我要講的是 下面這些花 他說阿強啊 因為他們花是直接送這個 他們關於 共產黨只能送紅色的花 剛才有只能 而且要掠紅 你那個葡萄 那個叫什麼 葡蝶那還不夠紅 他說你能夠紅一點 那送你一個以來的 這個所有的花 切花的技術 都是還在台灣 就是培育的技術 但是 亞的技術在張 在張多瑞 我去的後一天 就是蘇販志去 所以 就是也是我們現場人的 這個 這個呢 Business Model 有趣就是這樣 他說 他們已經可以交配 共產黨的關於 看多橫色的太俗了 要看雜色的 而且甚至要看 他們以為白色都是 商事故事 白色也很好看 所以他拿出來的這些展品 已經有不同顏色了 台灣在國際 大概都是 即使是陣龍 還是施從塔 都還是甘雨做人家的 哪個業主說什麼 我看郭台銘在台灣那麼兇 偏偏都是直升那個 私人飛機去接人家的 才做的這個關於 你知道 台灣在外面是軟到不行的 在國內是很兇啊 包括 包括三星這些 在外面都軟到不行 什麼時候可以去靠取 可以去 教會人家的品味啊 花是一個同性 你知道 他們跟我講說 相當於去歐美的時候 因為花是農業 也是那個 簡易的問題 一天到晚被人家掉馬 欸 花竟然是成功的 可是這個機會沒有多少 這個機會不是永遠 相較於 這個他們還會 國攬他們會 他們說 民意通關對不對 全部在廈門跟你來 攔過春節以後再讓進去 花都發芽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兩岸的這種情貌這些事情 你不要一直看文字怎麼寫 這個省說好 那個省還未必說好 北京說好 地方還未必說好 你知道 清在桃拉利 沒有人說一定要讓想到 車子啊 嚴長說 可能嚴凱泰 彈省的時候 可能彈不進去 你後面就是冷 我就要不要進來 你知道 這 一彎一卡在那邊打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我當然站著主角生產 可另外一方面呢 這件事情也不是說 彈了就叫賣卡 有行業利益 有資本家的利益 有就業的利益 員工的利益 也有台灣的技術的利益 不能移蓋 即便我是個禮盾 好 再下來 我大概在意我開閉時間 這是我最後一頁 我跟慶凱都要講 一頁 我還是哲學系的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第二大文 美大文 就是第一大文 我後來覺得 我其實年紀越大 受他人這樣子 1806年 耶拿成 這我寫在我的碩士論文 尾拿成被圍成 圍成的人是拿破仁 拿破仁的炮搶風風 打著這些虛弱的這個 這個 所謂惡意識的這些兩方 這些小幫助 這個被圍的哲學家 黑格說 那個個子不高 像我一樣 個子不高的那個拿破仁 就是馬背上的 才蓋世 世界經銷 我們會不會覺得他是德奸 或者是不愛憲娜的人 也許他當時沒有夠多 我要講說 哲學家的感受 跟民嘴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民嘴反映了 人民真實的 當下的講述 德國的哲學家知道 德國這種散亂 被小幫頭治理 這樣的情況 是不可留守的 你遇到民軍那還好 遇到暴軍那整個城市就這樣 就求人 一八零六年黑格的感受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被一百多顆 一百千多顆飛彈石的 台灣的這個暴軍 可沒有黑格在玩 inside 很多很不舒服的事情 很多不盡開心的事情 我也不是說北京就是世界經濟 可是顯然美國不是唯一的世界經濟 我們在講中國因素的時候 我們又會去想想 我們已經美國因素多久了 美國因素不是說美國好的東西給你 美牛叫不叫美牛的名字 我當然 我不是那種單純反美的小 我說 台灣作為一個像韓國這種 在幾乎兩個大國之間 一個慢慢在警隊 一個在那些局勢中 你當然要有一個彈性 物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叫賢樂 所以原來只是接用這個名字 就是說 當有壓力的時候 賢怎麼進來 談嘛 對不對 所以從金大中到魯弦 他們是親北的 到了這個李明佛跟這個帕 所以說普景佩 我就來親北一下 小國家或中型國家 雖然韓國是第十大經濟 十一、十二經濟體 畢國也是二十一大的經濟體 不是太少 我們這種中型國家 在幾乎的這樣的消長的過程 最好就有藍綠兩黨 只是這藍綠兩黨 他要長近一點 就是你要這樣消解這個 兩國都想要穿 兩邊都想穿透的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 我要講這個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我故意找一個穿軍服的狀態 應該沒有人認識他 我覺得他可能是亞洲的戴克拉克 他是緬甸 對 他是緬甸 我們台灣的不認真 就是一個三六三座 他們的無呢 是尊稱的意思 他不姓種 他叫登聖 他是Mr. 無的意思 或者是 Senior 就是西班牙文 尊三 登聖 有人說他這樣講 經過這個人 至少有點像戴克拉多 他跟曼德拉 就是跟翁山蘇丁 兩個其實在合謀演一場戲 緬甸的國家利益需要 諾貝爾的光環的時候 那個女士雷地出場 緬甸需要跟中國 去跟東西要去搓的時候 他出場 這個國家前幾年還在榮栗人權 還在風災死一大堆 就那個紅番花國異的時候 但是前面那個丹瑞大 講價錢的對方不行 可是呢 這個國家忽然轉到 I'm the right track You know 就是說 我們搞區域規劃 這真的叫盛世 不是很棒的規劃者 都可以做出很好的事 因為他把國家 Fix 不是一個人 整個 Fix到一個相對對的位置 從韓到台到新加坡 新加坡一邊可以讓美國去放航空母艦 一邊可以去跟中南海那些講大道理 那蘇州工業區繼續賺他們錢 我的意思是 不要以為我們是唯一中國因素 UK的國家 只是他對我們有一些 言語特別吃豆腐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樣改變地原證這件事情 真不是太容易 海西東的一部 我們覺得台灣更多 就從這角度來講 怎麼樣把我們心 我說我們心中的抵戰 我們只要不喜歡中國 很容易回去那個 我們原有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 可是 布朗蓋爾在講 地中海的時候 他就講一個很關鍵的事 是一邊回教徒 厄圖曼 跟基督教帝國打來打去 一邊又有 貿易 交流 文化的學習 真操使 那麼大的狗 你去伊斯坦報 看那麼大的狗 從阿里里學回來 羅馬的狗 但是 你傳過來又傳回去 火號的技術 布朗蓋爾在講的 那個地中海 就是一邊又在打仗 或者狠戰 一邊又在貿易的這個情況 就發生在我們海西跟太平洋的兩代嗎 在這裡面 有一些城邦國家崛起 就是那些豬城邦 热拉雅或者是這個 佛羅倫斯 威尼斯 越堅強 好得越好 當然我們說 威尼斯是相對比較獨裁制 很像周獨現在有這個制度 我要說 這裡面應該有一些空間 所以我 再一次說 我不 我不願意在今天這樣訪問 講任何文心 我知道今天有問題 我講的都是 我覺得海西 有一定的機會 但對製造業 幾乎是沒有什麼行為 他當然是對於社會結果 跟政治制度創新 會有一些想像的 甚至你還可以用 母愛語跟他們討論 從這裡面 發展出台灣的戰略重生 從這裡面 讓台灣的產業的容量大力 甚至可以讓台灣 久未解決自己小 一方不能解決的問題 得到比較多一點的轉換 這就是為什麼 連賴清德市長 都不願意想去跟泉州 做世界文化的產業交易 民進黨人在海西 相對覺得比較自在 謝謝 真的是非常精采的演講 我請我們看得出來 鄭修把他幾十年的訓練功夫 還有他最近的翻唱 演演調查 全部都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保留的展現用 那我們待會馬上到開放 跟現場各位的討論 那討論之前 我就想要先 藉由這個 有一點主持的特權 一兩個問題 先提出來 鄭修可以理 我想可以先想一想 等我問題收集多一點 再一起回答 沒關係 我覺得你今天這個演講 最大的意義 對我們來說 尤其對我們自己 我們規劃這個 中國因素的運調 就是讓我們 對於中國因素的看法 有更深的一個思想 然後這個 同時把台灣因素帶進去 就是說我們 我們台灣面對中國的 這樣的機會跟威脅 我一起主張的 某種第三條路 和觀念 那我覺得 你的 今天的這個演講 內容 最重要是說 至少對我自己 讓我們第三條路的可能性 在哪邊 我覺得你做得非常深入的 資訊跟理論 和視野上的提供 那我針對今天你 談話的內容 為什麼 大概馬上想到 蠻多一點 想跟你深入討論 但是我先說一個 一個很 先說一個 一個印象 那這個印象 鄭俊可能不一定同意 但是我先說出來 我想到 聽鄭俊在演講的時候 我想到說 1995、96、96的時候 台灣有一位 民進黨的這個人物 叫做曲信良 曲信良 在那個時候 寫了一本書叫做 《星星民主》 那當然 他當然是講台灣民主 他用的不是Nation 都無法寫好你的 這個概念 他是用People 台灣People 那 他寫了一本書 我也硬邀去他的新書的研討位 去參加討論 那那個時候 我們還會以為說 欸,曲信良寫這本書 可能都是他以下的一些文盤 他的文盤在幫他代表 留下文照 但是後來問得比較清楚之後 所以其實不是耶 其實說曲信良自己寫的 所以裡面很多具體的論證 然後他對台灣跟中國 應該發展什麼樣的關係 為什麼大膽昔進 如何昔進 這是大家自己想出來的 那 相隔了十多年 很快就要到十年 我今天在聽這個 鄭俊的演講 我覺得鄭俊是一個 整個構想 他的企圖心 他的那個 也許 雄心壯志 就是面對中國這種 基本上是不帶恐懼 一種大膽的 一種engagement的 戰略構想 其實是一個 新版的 二十年後的經濟民主 是一個 經過整個社會科學 跟哲學 跟一個洗禮之後的 曲信良大膽的信心 這是我今天最重要 最大的感受 我希望智秋把這個 當作很公文 事實上我是很不同意 我已經舉行哪些 真的很多政治上的 具體的作品 或計劃上的操作 那我是對他的那個感受 非常非常尊重 我用台湾缺華 這樣的政治 公圈 這樣的政治 那 從這個感受 入手 我就會 想到一點 這是比較獲釋 也是一種 一種表態 或是要求正修所表態 因為 我們的那個 哲武部的 整天都要說別人的表態 我 就磨磨磨磨一下 我覺得正修 你的整個演講 有三種面貌 你的精神 你的精神構成有三種面貌 然後這三種面貌 是三種根本的關懷 跟根本的interest 直去 那這三個關懷裡 怎麼在你 統合在一個個人的person 你的主題上面 我會非常地要分析 第一個 我們發現正修還是不能忘記 我們請望白說 他在學生時代 所從事的 從草根 往上的 我看面貌 所以 你在今天的報告當中 不斷會到 我看到你在參與了很多 或者在現場觀察 去許多多的社會運動 然後 你也提醒自己 我心想說 這是我從小就關心我的事情 那 這是 從一個社會運動 以成的 公民團體出發的視角 面對中國 面對中國 跟台灣的關係 你的思考點 一個是這樣 這包括你的社會心境 這樣很關聯 那社會心境 跟我們個人的 持續是非常多 那第二個精神 跟你的你的 跟你的專業 是說 其實你從你的專業出發 規劃出發 去帶有一種技術性的關係 跟從專業出發 應該怎麼做最好 那這個其實超越國界 超越體育群體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 你這個 對比非常強 所以你在做很多規劃的時候 你會想到的是 一種 更具合理性 從科技技術 甚至包吹這種觀點 譬如說 海峽 如果將來需要有高鐵的話 你的這丘方案 就不是中國工程面 的那三十三條線 你會想到說 應該從下門 先到金門 然後在那邊卡一個位置 然後呢 是某種比較安全的檢查點 我會這樣看 然後再從下門 封到台灣本條來 我覺得最好的點 就是入這個 很清楚嘛 就是要讓海峽高鐵 跟台灣的 這個自己的 這個中外線的高鐵 在終點上面接 那這是我從你的報告 演講裡面看到的 專業性 那你的豐富度又不足 不只這樣 你還一面是全景式的 對於台灣的總統命令 甚至包括跟中國 未來應該怎樣 enggage 然後應該怎麼做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 這麼安心中國 人們想念念 或判斷 中國社會政治 總統觀察 好 那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關心關懷 就比較建議 你最後一章 時代也在講這個 那個 在DNR 被維持的時候 他自己說 爬被上的時代精神 才開始 非常爽快 所以我覺得你的關懷 是非常的深 那可是還原到你作為一個 實作人 實踐的個體的時候 會不會有任何想像進來 就是你的專業的 規劃的技術 你對體制的社會運動的關係 以及從全局 從一種 可能是比國族 還更大單位的一個全局 去看中國 其他人的關係 還有全球的未來發展 那這個是我不太關心的 理論 如果你願意談 我能講多多的話 下次把這個 怎麼會放到那個 這學家親談 好 在那回答之前 提供大家一點 因為這就剛剛講 說要講黑格 但是我已經另外一回答應 然後 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 黑格的健身上學 是在1807 就寫健身上學 那寫健身上學 那寫健身上學 是之前的時候 所以在 我們剛講1806 那個時候 可是當他聽到那個 時代精神的時候 那個在 黑格裡面 男的時代精神 那個 人 那個 個人 其實渺小 是沒有用的 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所以 即使是一個 哲學家 他可能都還沒有辦法 說他們都共產 到那個時代精神 也說真的是 哲學家本身的 幻覺 過多大 那 另外一個 可以講 大家如果去 對照 整個黑格的想法的時候 當時 他對於國家的 最大的 想像 也不是一個國家 是 普魯士王權 所以 普魯士 作為一個 他對於國家的想像 所以 當我們把這個東西 再套回到 剛剛聽證有講的時候 我就有點 好 我覺得它是 要提出一個提醒 是說 我們有辦法更深刻的 看到這個 不是看到晚期的 而是看到更長期的 更深刻的 那個變化的軌跡 而我們可以 在這個變化的軌跡 能夠安撐理 知道那個問題 但是在訊息上面 剛剛我會對我 比如說對哲學某些東西 我會覺得產生某些充滿 然後 那當然也會提醒說 那個人是沒有想的 然後 最重要的是說 在整個的黑格格 到最後他在談 我不談他在宗教局的精神 就是 當他在談客觀精神的 那一部分的時候 其上是如何 建構一個好的制度 這才是黑格格所要煩興的 那也可以變成是我們台灣 或者回到正舊幫 他所所謂的官秘制度上面的創新 社會的改革 我們可以發現 在他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 很多都是沒有利益的 可是他可能會分享 然後是輸出台灣的一些價值 這個輸出有什麼意義啊 我們這個先 可能留大家自己去評判 但是他是覺得說可能 就好像官司在 我在做筆記的時候 我覺得 他有一些很深的關懷 他可能就不是 僅限於 一個台灣的制度的地方 可能是整個 亞太什麼華人的一些 就是丟個錯 如果有一個華人 會感應的話 的利益 就這樣 那我們就先 到這裡 然後我們等一下 開放三個問題 謝謝醫生 然後抱歉 剛剛有提到 最後會有提到三個 那 你有講到 醫療在那邊的 可能的機會 那因為我本身 在學校裡面工作 是不是可以 請你在發展一下 教育這一塊 我們有更多機會 謝謝 我們正今天 從昨天到現在 我們頻道都是 比較傾向大海吸進 昨天晚上到現在 所以大家還處於 在這個狀態裡面 服貌也是可以吸進啊 但是雖然是保瘦的 觀點也是這樣 然後今天也是海系要進啊 也接著服貌 大概是職業星球 有史以來 這個企業有史以來 最奇幻的一次啦 但是也很不錯的 因為 你們應該打過針而已 有名利益 那個 過敏那位 來 先 有史以來 有史以來 我們剛才提的 那個 大概 用簡單的講話 就是說 那個 透過 江海系 這個部分 大聲 建設什麼一個 類似的 就是說 台灣 之後要跟中國 過有什麼 非常非常可怕 一個 一個區域 所以很多的東西 是從 在社會面去跟中國 比較往這個 這個方向來 來想 但是我想的是 因為是比如說 包括國相習近平 在福建盤區 那麼 它的這個人馬 一定在這個地區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 身後度 那 而且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海系 這個當然我們剛才提到是 好像是這個 非常的分散 那沒有 事實上還沒有辦法 做一個 一個 一同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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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實上 共產黨有多麼笨嘛 就是說 他們 如果是 這樣一個 海系 這樣一個區域來 他提出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他沒有一個 統籌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單位來跟 海外這一邊 對 好 這就 一個問題 我 那個 人心 人心 文件一定是同時的 機關跟人事也一定是同時的 可是人心呢 其實是很難同時的 我下面講的都有具體的例子 我現在平台的話 過了六個高階的台灣人 大概都是國會 大概都在議會當完書裡 或者學校唸完書 或者中國的大學唸完書之後 都做他們的副局長 像蘭州招商局的副局長 所以用台 他是雲丁人 他也 他就直接 所以第三波的台商 其實是主業的台商 或者是專業的 個人的身份 那 平台因為他做的實驗巨大 一做這個時候 欸 那個 夏濃馬上就跟進 夏濃跟進什麼呢 他就說 那我夏濃博覽會 現在也讓台灣人的窮戴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種叫做良性的競爭 那有一些呢 是惡性的 我個程度比較特別 就是他那個競爭的方式 其實 就像蘇州跟上海之間的那個關係 緊張到不行 我拿一個例子 因為我以前在電信界 當過一個資訊顧問的 中國只有三條國際點擊 上海通日本 然後這個 北京通 蒙古到俄羅斯 然後廣州到那個東南亞 第四條呢 要跟土安街 你覺得應該是省會 還是夏濃 那兩個拼 拼得你死我活嘛 對不對 都直接到北京去拉比 都直接到北京拉比 最後夏濃難道 然後我們現在 像福茂裡面 勿留的這個 夏濃的象羽集 大象的 象羽集 他們其實比福州來得強勢 我現在意思是說 他不是多麼愛台灣 是他們有的是 因台灣可以拿到好的政策 因為夏濃想要爭取全島做自貿區 類似現在上海要做的 那他一拿走 那個就沒 福州就沒戲唱 那福州再加一馬說 我要什麼呢 我要那個 境內關外民 百分之十七關稅 那北京絕對不給他 給了他呢 還有像這個 營業要不要給 生業的錢產要不要給 所以現在大概很想給一次 給這個 給這個 上海的營業 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都相信他們講什麼 而是看他們的做法 之間有狂鬥 對 以吸引台灣的石化業來講 因為台灣不光石化會 會取消成 那個原因是因為 早就只有地方去 民股 早就想去大陸 官股要去馬來西亞 那這個時候呢 一個好的全排運石化業的投資 大概有千億起跳 寧德找我們台灣南部 葉隆鋼體工業區 廈門呢 福州 而全州呢 自己搞的一個全港石化專業區 廈門呢 就是王母禁的張州石化區 整合一個小小福建 搞三個石化重工業 這幾千億投下去 沒有一個會變成一個 真正帶 跟長山腳 跟珠山腳 可以拼的 都重複投資 這個情況 在珠山腳 在哪裡都發生過 珠山腳到最初 是省委出席出來要拍板 這邊省委出席 講話 國人會開來 就是 因為廈門是副省集成市 我是說 如果比較知道 中國的情況就是 海西沒有特別不整 中國各地就是 好 習近平在廈門的經驗 在福建間非常覆滅 就是他一天到人家駕駛 人家不知道以後 他會練地把手 可以嗎 習近平不講他的舊院 他就是清醒一點 他一定應該在海西下重處 他大概有六個重要感 現在這個上海實驗 這個集中是一個 他有可能發援農民的土地 把多有的企業 就是 分化這些東西 這些才是他真正的 水很真要感的 海西不是 海西不算是小菜 但也不是大菜 所以我覺得 這個剛好是台灣 有一點機會的 有一點空間 那剛剛 有一位教育的同一個人是 OK 台灣的大學 不要去丟人建議 台灣的頂級大學 還有一些空間 我覺得 我在經大看 那是來念的 老師也不認真 學生也不認真 台灣要的 台灣最好 因為中國其實是全球世界 台灣的教育體系 最好的在哪裡 在英文教育體系 我講 我做的規劃的經驗 你們在雲林股坑可以看到 福祉中小學 那邊小孩子像出家裡 但是裡面不講出家 裡面都講四處五經濟 而且要做 要批財要主戰 三分之一的學生 不是台灣人 但都是華人 還有很多是大陸的人 送到馬來西亞 有的加拿大籍 或者是各地的華人 再來台灣念書 小朋友 而且還吃全素的 嚇一跳 那不要只是說佛教 那是那個藏傳佛教的 那個福祉基金會 然後像華德福 或者是一些創新型的教育 甚至你說像 我們各地的一中 拿出來開放 我都覺得 因為韓國現在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真正能決定 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觀念 跟基本價值 在大學 在12到18歲 所以是中學 小朋友還八十八 這樣太麻煩了吧 當然來很難 可是 中學是有可能技術的 就是Gordian 好 我再舉個例子 宜蘭的人文中小學 他那邊的不考試 他是一個公斷民營的小學校 已經宜慶 從我們區域計畫的概念 學校本來都是最花錢 他變成地方產業發展的樓頭 從台北移人一百多戶 讓你快要破落的村莊去 這是尊死八戰的案 所以台灣的強項在於 已經解嚴之後 對於要比較尊重的 這樣的一個義務這樣的提示 台灣的大學過不下 退場的時間 台灣大學拿不出力 再來一個是 我自己說對 就是 中國共產黨子關心一件事 就是範疇跟朱家明老師都這樣子 子關心他會不會下台 萬一要下台 能不能像蠻青一樣 能不能避免蠻青 蠻青其實那個時候被屠殺了幾萬 滿族 像武昌啊西埃這些 值得滿族 全部被屠殺 我們漢人都不講 比如說他們能不能收拾在那裡 所以物無一種可能 他們天天在台灣的民主 在那邊學啊 在那邊看 搞不好有一次思想 萬一要選的時候呢 我要嘛當土經 我要嘛當夜戀經 我要嘛就當民選的薄熙來 薄熙來 薄熙來應該選之中上台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關心怎麼不下台 是共同的關係 所以某個程度 毛鵝是他們基因上共同的死侵 可是另外他們就說 BioNative Factor有很多種 可是呢 真正思想上的死侵只有一個 就是毛鵝 這個系統上 這個 習近平跟他不會什麼太大 你在那個位子就想 共產黨不會不散開 可是要怎麼說BioNative呢 每個人想法就是不一樣 你覺得汪洋的想法 會跟這個 就譬如說會跟這個 劉雲東這些一樣 汪洋在廣東 包括像這個小胡 就現在這個 無尊化在內裡做的那些事情 因為我自己跟文藏有點關係 他內容做的事情 某個程度是在 就是在保護蒙古族 在打壓這種 那種漢人的小礦 那個時候發生一些 民眾的事情 那他也不是閒著沒事做這些 做這個事情 他也都在累積一定不透的 這種社會資本 或者民望的資本 所以 不想下的還是對 可是怎麼下 怎麼樣子 能夠優雅轉身呢 每個人各有本理 有的人從全世界 在外國 有的人各有想法 其實 這個事情才是中國最有趣的 那有人在講 就是這個 某個程度說 現在很像的環境 各位千萬不要 因為中華民國 低估了清朝最后的現代化 清朝在 即便慈禧太后 這樣史托火拉 清朝在最後十幾年的那個 現代化的進展 你真的拿來看 你看照片怎麼講 你看那個北洋軍隊的那個照片 不仔細看 你還真的不是日本 日本文中 包括 所以他們就講說 你現在的那個GDP 你都還沒超過當時北洋軍 都還沒超過當時 清朝的政策 甲午戰爭前的政策 中國的這個局面 的確是很刺激 所以 你發洩帳號 次達到沒有來 一百年了 你現在的情境裡面 還在認出非常非常小 我先講小小的一些狀況 我也覺得蘇州工業區很奇怪 可是呢 他們在天津的冰海新區 新加坡第二次出手的時候 他就認同不同 他就學了什麼東西 新加坡的那個天津新港 是新加坡人管理7% 所以天津在學 新加坡人在營運 我們台灣的港現在還不動 公司化的 可是沒有公司治理化 就是變成是在找自己 我們台灣 我就拿這個例子來講說 中國因素很大一個程度 是因為 你自己該改的沒有改 就像很多外國人 聘用這件事情 我不要講說韓國因素 韓國的官方局局長 是一個沒有過韓籍的德國人 我們的官方局長 都是公務員搞上的 所以韓國人在推廣他們的 韓文化和大菜的時候 我們天天在講夜市 在賣台灣的袁慶慧 袁慶慧又不是你政府做的 那我意思就是說 這是台灣的 就是中國因素應該是 一個很好的一面鏡子 或者一連很多的 一系列的病毒來攻擊你 讓你知道你自己哪裡該改 而還沒有改成 千萬不要這樣子文風抵鬥 從大學到產業各方面 那我來講 台灣這三個民選人 都辜負了歷史 都辜負了歷史 那我先不講前面 我講下面幾個場景 如果這個發生的話 馬英九的話語權會增加多少 中國人講到日本 其實心裡滿羨慕日本的 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公開說 我喜歡日本 這是中國的語境對不對 亞洲如果要和平 其實要一種類似蔣衛水這種角色 蔣衛水是左派 讓我們這麼左派 就是說我們是日本國民 但是我們又是漢子 亞洲的和平在於中治的和解 如果馬英九不要天天跑去拜蔣衛水 就是拜他的人 可是完全他的思想都沒進去 他能夠用中文 他是外省人對不對 他能用中文去稱讚日本社會裡面 一些很珍貴的特質 我跟各位講 這公不得 這李光耀都做不到 李光耀打到馬來亞拜託 李光耀第一個跑去選這 李光耀基本上是一個 李光耀評論 我講到說馬英九有這樣的一個特權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他常常看日本的慢跑的成績 我說競爭觀察 因為慢跑其實是國力 日本的女生的慢跑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跑 我在聽他講 日本的慢跑這個女生 包括村上春書不是有喜歡這些嗎 這很強的 日本的女性的游泳也很強 他喜歡運動就講運動的東西就好 都可以看到日本這個社會 從1840年到現在 有一些路沒有白走的 不是你一句話就可以叫做 把小日本帶過去 如果這個事情 在華人世界有一個人數來講 不是馬英九最合適嗎 你知道 小國不要被自己限制 其實台灣真的並不小 那我說他的這個戰略正確 是有點 就是不作為戰略正確 台灣 我剛剛講這個 盧泰... 這個... 這個... 陳水扁加 就是李登輝加陳水扁 大概20年 基本上是比較... 比較反中的 好 那... 甚至這個中寶 這個擺盪 他剩下擺過來的時候 不會只擺四年 就台灣作為一個中小型的國家 在兩... 這個... 美中之間舉起的時候 他怎麼樣去解消 人家想要穿透他的壓力 大概就是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十年又何東這樣 所以從這個角度 馬鈴鐺一定會有第二任 除非他... 除非他有很特殊的重點 所以戰略正確是說 大致這個小國家 要用他內部的政黨能力 用另外一個方向去紓解 他長期以前紓漏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部分的台商 會覺得這query是滿低的 台商都有假的 不是只是街 因為很多台商其實是小台商 所以他是... 今天如果 大陸要給他一個飛魚 我們在夏濱跟上台 投票 因為國台派要去掉那些機位 其實才蠻辛苦的 就壓到太子黨 因為太子黨在港同航空那邊 為什麼台灣的機位一直夠 不是因為上台北京的那個 航空走台一直夠 是因為太子黨在香港的利益 不願意直接放 不願意把機位放出來給台灣直航 這是很奇怪 就像我剛剛講建保論 是利益的問題 可是呢如果今天中國 如果就是說 大家就再集投票 就在那個 像我們在南非大使館 我們台灣人如果 突然跟集 就在南非大使館投票 就在上台跟北京 那我跟你講 那這個起票大概就是100萬票 就島內贏60萬 島外贏60萬 我是說這個東西 不以馬英九的能力 或者作為來評 是說它相對於陳水扁的冒進 或者陳水扁的貪 他國民黨是這麼爛 但是他呢在整個方向上 他維持 因為選票都要去個人 他維持在一個 有些地方上不敢做的 有一些東西呢是做 以前沒做過他們上台 他就有這個政黨建設的模式 因為選票這種事情 就是說你那邊喊的越大聲 我這邊反而會緊張 所以中國因素或者是警覺中國這部分 絕對是台灣這社會必要的因素 可是我現在我直接講這句話 真的是希望這句真理 只提中國因素是跨不過這個門檻 要一個從毛澤東的講法來講 一個更大的聯盟 去包抄後面的這個力量 可能是社會激進 但社會激進太進步了 還不夠 要有一個更大的聯盟 所以我覺得像賴清德文去談說 我跟你全都來談談生意這種事情 至少我們是米蘭人 我們來聊一下 因為為什麼中國會想跟民進黨籤 怎麼樣 因為你國民黨籤 綠了還在旁邊跳 我跟你綠了籤 只要擺平美國 不用屬地的這個方式 國民黨是在旁邊開什麼證 所以北京還是有一些清醒 能跟馬英九籤 把那個公司固定化當然好 那巴英文有這麼善變 他至少一二年之後 從大陸的觀點是極速親美 那中國說他親美 美國 台派說他親中 他不就是處在一個戰略高低上嗎 我現在講就是說 這種accuracy 這種你很難一句話靠死他 如果是巴士 如果是那種叫連中 其實打電主義就是這一邊的 那美國也清楚 大陸也清楚 對不對 那如果是 譬如說就是台國聯盟 那也更清楚 小國家的元首 像政經 我講的是那個 政成諾德 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因為李登輝是日本人 才不是他就是台派 政經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不可以犯的 這種言辭跟實際做法上的脫離 從馬西偉的意義來講 這是美德啊 我現在講的是個公共的美德 國家的 我不願意承擔 我講的是這個客觀的事實 李登輝也曾經有這個 所謂 對馬西偉的 這樣的moment OK 馬英九當然覺得說 他 調理台的事情 悶住不講話 那個人跟菲律賓 在 在當的時候 軍艦開去 美國當然會支持他們 還是 最後人家還是 底牌先出來 菲律賓還是自己 可是菲律賓這個決策 是很蠢的 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從韓國到台灣 甚至琉球 這一系列的 都要在美中 共存就是你的 你的命運 你不要去抱怨命運 而這樣活得更好一點 就北京活得不錯 新加坡也活得不錯 從這個角度來講 台灣也不要去自願自來 也不要被它那些 言語吃豆腐所影響 因為你用該做的內政 對在台 改革的這些意產 另外一方面 你是唯一可以 穿透跟連結 中國進入力量 一個社會 韓國的民主不比台灣差 對不對 韓國有很多民主的改革 不比台灣 韓文他們看不懂 他們只看得懂 翻成中文的韓劇啊 可是 我們一個紅三軍 我們一個白三軍 他們都看了 我上次帶孝祖 他自己去那個綠島 我們綠島那個背後的珍寵 火文群 都是很驗的 可是那個東西 你知道他寫一篇火文 五六十萬年 五六十萬年 真的還說讚 就是說 我們實在是沒有做什麼 那個受難者 把綠島人給罵到臭 都是連那樣 因為人家那個是現在式 我們只是古蹟修的老不好 所以 不要 underlist你自己的實力 見面問我個人的問題 就 不好 我天天都在 我常常聽到那些爛業主 因為我已經不在 我是學界人 我就是要那種 昏昏沉沉的那些地方 這種 烏飲齊 我真的幫你講很擔心 可是我要講 台灣 因為我們走的地方 做了規劃 又看到一些 還不錯的發展 你去看 你用悠遊卡這個卡 你可以高鐵下來 直接帶著腳踏車走 走到起頭膀帶 台灣的縱向的交通 都是為了 連結資本主義的速度 台灣的橫向交通 就是比較體便型 而且是 慢下來是體便型 所以那個軌道系統 就是什麼 我講就是沙文站下來 還經過台南市的後車 就沉大那邊 還經過火車站 還是有一些 成功的這些案例 只是 我自己覺得是 遠遠的活動 因為人家追趕的速度是 那 我最後要做一個 整個Career的成績 你現在 算來很簡單 很常就是 口水情 就是去規劃 想幫人家幫忙 這些 那這個東西 我自己從來就覺得 我講歸講 做不就是你 是你 是你 可是呢 真正能改變社會 還是要奪生政治 我還是講 連社會運動 就是要奪生政治 怕的是 怕的是在 他的 他的接班人 跟他之間的利益交換 被大腹運動打斷了 如果只有大腹運動 這件事情又被 現在告警察等等 那一次又帶進去 那 我們綠黨 不是要宣傳政治 不是有黨派設斬 我覺得我們是 至少是 非國族 國族對我們來講 非常之間的遊戲 我們搞不好 但是台灣第一的登陸 中國的成功登陸 成功 我們必有很當性的組織 可是中國各地的環境運動 我都覺得好像是 是我黨同事 自動發起 所以 從這角度來講 台灣人先要 卸掉身上一些 歷史的包袖 或者情緒 尤其是受害這種情緒 如果 例如說 我 就徐姓良先生 我說 葛蘭西不是在研究知識分子 我自己覺得 我用他的那個角度來 定 台灣有四個人 願意去 徐姓良一起 那另外一個 不大愛的說 也很少寫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人 可以做為知識分子來 還是講清楚 他很複雜 對 我知道很多人看法 跟我已經講過 那我覺得 徐姓良是真正 對你不在想問題 只是呢 從這個 因為他的木板的來源 大概有時候都說 他有錢 他是強到那一點 那不是 我們是綠打 我可以說是 他的延伸板 或者是綠打的感覺 這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有可能 謝謝 另外兩個人的問題是誰 沒事 另外 另外有一個 再重複雜 對 這我們小時候 來帶 我們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來帶 小書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獸醫餘 這個拉拔很多 中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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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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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李登輝 多複雜 就是說 李登輝是 這個 現在像她的 人都入境 有點 都是 都是講她愛 都在講她恨 李登輝的複雜性 正正表現它是 一個移民社會 像台灣人這樣 社會 她有太多的 她的口音 或者是她的表演 其實很多都是 都不是那麼內可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台灣值得再繼續翻閱的學位 我覺得那都是近代人 就像那個時候她寫克普奇 她寫這個 意大利歷史上的一些真意性 其實多談這些東西 像蕭茲燕都在講 李登輝的馬基維第十刻 那我前馬190 也只有一兩個時候這樣這樣 都非常對人性 我講的 例子裡面 什麼叫馬基維第十刻 就是說 羅馬的執政官 為了 維護共和的精神之後 可以眼睜睜看 他不會是自己被求死 那個時候那種很特殊的狀態 共和國又回到一個原來的立場 這是原原點 那其實這幾個執政人 都already這個時候 好吧 謝謝老師 可以找 這就有一兩個註解 一兩個註解 今天跟她這個對話 是非常愉快的時刻 那一點都是蠻愉快的時刻 那 那我想到二十多年前 那 我覺得基本上她是一樣的人 囉唆善善感 充滿想法 可是又充滿野心 就是要做很大的事業 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註解 那你剛剛提到那個 李登輝是你想要談的事 很複雜的知識物質的人 那我可以給一個註解 就是我進來 但是我覺得故事很生動 就是李登輝不是一個簡單的 一般的政客 他真的是一輩子都在讀書 思考寫作 我一個朋友在紐約 然後幫李登輝請幾年去演講 那他演講完 就很多很多 聽眾 就是要跟他簽書 請他簽書 都排隊 然後我跟朋友當場 他沒有李登輝的書 然後他帶了一本 那個 一本帥號 帶了一本 英文書 那就給他簽了 所以一般簽書很奇怪 你看他的書給他簽 怎麼拿來看一本書 是別人的書 李登輝拿著那個書看一下 就簽了 簽完之後 就盔子跟他看來說 這部你媽生的 不敢拍 就是卡拉伯的 伊賞的哲學 你們知道這本書嗎 所以表示 你那位這個人真的是有 有徒書 而且是一輩子 就這樣 維持到某種少年的理念跟激情 好 不多講 我們接下來還可以再半個小時 看看他們什麼問題 在這個問題之前 我還是碰一個問題給大家 因為剛剛還講說 剛剛正修有講到說 有三個東西 就是 中部我喜歡 如果要談說 革命協議 會跟民進談談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 一些想請問 那個革命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 因為 沒事幹嘛先革命協議 這個是我們 然後呢 簽革命協議的內容 才是主要的關鍵 那當然他們 一定有各位想像 因為我們之前的革命協議 就是一個被統一的進程 然後我們的被統一的放上去 所以可能也要去思考 這個是正式的問題 然後看正修有什麼 回答一下 看他們對 革命協議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看他要不要 對 對 謝謝 好 我剛剛聽了你的禮拜 我其實是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說 好像前提就是以經濟為考量 你會為什麼說 台灣跟這個產業的環境為考量 這其實台灣最重要的 根本的問題其實是 因為產業升級做不夠 而且 就是我們的大部分產業 它是沒有能力升級的 可是台灣又是面臨 一定要產業升級 所以它 為什麼一些我們的 所謂的台商 它要駐走到 人工比較便宜的地方 或是成功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就是會這樣 我先講一下 我不是古書人 所以我可能講的 就是比較直白一點 然後就是 我的感想 然後我覺得 現在我們在看 我們為什麼在看 中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要以台灣為主吧 因為我覺得 台灣主權的問題 確實是不容無視 因為中國就是一個 無時無刻 都無視淡淡 台灣 它要吞噬台灣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把那個什麼 說什麼英法之間的那個隧道的問題 那法國沒有要併吞英國 英國沒有要併吞法國 至少目前沒有嘛 而且他們有常常在說 法國你是我英國的一部分 或是英國你是我法國的一部分 沒有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在英文念書 因為我們剛剛去的時候 真的就是把中國的學生當成是 就是其他國家世界上其他國家 一樣的同學看待 可是他們不是這樣對待我 他們就覺得 反正他們看到我們 就是尋師父權 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說 我們要體諒他們 我覺得你有什麼好 好不好吃的體諒人 因為其實 是人的話 就應該會不算不順重 那既然你不順重我 那我們覺得大概就是 反正就是平等嘛 沒有說什麼 我們台灣就是 他愛解 沒有這種事 然後什麼 我不懂為什麼 我們跟他們是 根本就是兩個國家 然後為什麼 我們要讓他們什麼 什麼高鐵什麼過來 然後又要什麼隧道 然後什麼 我覺得假如以國 除非他放棄說 他要什麼 對我們台灣 一直說什麼 我們台灣上來一部分 不然我覺得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沒有道理嘛 你是民國的話 你就需要別人的東西一直過來 然後什麼 什麼電纜 什麼什麼那些都要過來嗎 然後我們的什麼 各自也都被他們卸走嘛 然後像什麼福報協議 重點是他們人 要放過來嘛 我們台灣人就這麼少 他們就是要放他們很多人過來 忙回西施 我覺得沒有這樣子的 這沒有道理的 所以為什麼我反對福報道理 謝謝 謝謝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等一下可以打進那個 我要因為在介修 他因為我們找來講者 其實他們都非常有包容心 而且他們也常接受不同的質疑 所以我們可能講這些對他們來說 他應該都有一個回答的方式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不要因為他講這種絕錯 好像不要不理 不會 對 對 好 再來 那個誰 剛剛是 對 你好 有四個問題想要幾個問題 四個問題要不要濃縮一下 好 濃縮一下 那我想 那就是那個 兩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那個 剛剛說很多好像台灣的問題 就是自己搞不好 所以才有中國因素介入的一個狀況 那我在想說 為什麼 就是 那為什麼自己有問題 那為什麼 我也沒有辦法去把它搞好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是我們看不到問題呢 還是說我們 有什麼樣的制度的降落 或是什麼 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還是說一定要花時間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主導人的一件這樣子 那另外 那另外 接續的 就是說 剛剛主導人提到說 欸 我們要儘快的民進黨執政 然後就是 北京還有一定的壓力 不能跟台灣動手 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 時機點還是什麼 那我在想 我在想說 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儘快 如果不快 會有怎麼樣嗎 對對對 那 就是 就是 因為就我個人的觀點 可能不會很壞 那到底 那所以不壞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 另外第二個問題的部分就是 有關 呃 剛剛提到的選擇嘛 就是那個 我從韓國 從新加坡 從美甸 兩邊擺檔之類的 那 我就想到說 呃 那 畢竟剛剛提到之前 國家都是 聯合國的 有混集的國家 那台灣不是 那 是不是 會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造成我們不能夠 走他們的模式 所以我們在走他們的模式的時候 要考慮更多 那 剛剛主講 聯繫到說 因為自己病是一個 呃 就政党不是一個 韓國族 生產人口的政党 那是不是這兩個 也會有一些關聯 那 有這樣關聯以後 是不是 那還要多考慮一些 考慮的 呃 其他因素 而不能就是 也因為這個原因 不能夠follow 剛剛舉的那幾個例子 國家種的路 好 你可以講的 大概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爭議 嘛 關於喜歡走國際主義的人 或是我們認為世界公益的人 然後他 只要先撐我們 一個國家的公民 或者 需要先撐我們一個國家 我們才有辦法 進入到國際主義的概念 那個單元 我們做的單元 就是 那當然也有珍求 可以 他應該 很有機 好 好 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 最近談到那個 軍售跟那個 解放軍要引訪問 謝謝 軍售是 你是說 不是說 那個老公跟 老美那邊有談 說 或者只要到那邊 停止軍售的話 他們解放軍好像 要一方開什麼 之類的 不曉得這方面 你這樣有沒有聽說過 這樣子 謝謝 你把他當 你覺得我們現在都把他當 張國城還對 等一下就會有那個 雜魚的歷史講他 今天說如果今天想去 可以聽到晚上 今天晚上十點 真的 要不及 來 再來 智德 智德 這個 這樣子 兩個問題 一個是 我從你剛剛談到 健保的部分 我想到一些當時的情況 就是說 健保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用健保的 我們其實都知道 我們生病 如果在海外看病的話 你拿了收據以後 事實上也是可以合避的 所以就是說在中國大陸 用台灣的健保法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沒有做過 但是在過去幾年 就是至少就我採訪的時候 得到的經驗是 健保局現在對大陸來的單子 其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造假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那有相當一部分海外的支付 所以他們現在對於大陸回來 這個申報的這個 保費 就審查的特別嚴格 就比起你從美國日本回來的單據 那這就讓我想到就是說 比如說你剛剛談到 比如說在海西 我覺得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思路是通的 就是在海西這個地方 把它做為一個台灣的 像反送局 或是平常這樣子 那在這個反送局當中 我們先去滲透它 然後滲透它之後 在那個地方 開始傳布我們的價值觀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區別看看 就是說 比如說紅三軍白三軍 這種純觀念式的 或者是蔡英文這個代軍演出 然後看著大家都 看著大陸網友跟我感動 那這種東西傳播是 當目前為止是比較有可能的 而且比較容易的 但是從健保的那個例子的話 我會看到就是說 兩岸在制度性接回的時候 那通常 到底是誰影響誰 我覺得我現在看到的例子 我會比較不那麼樂觀 就是說恐怕是你被他拖 拖下去的機會比較大 那我覺得一個更好的例子 就是香港 就是說香港無論是在制度 或是這個文官團隊的這個水準 當然都遠在台灣之上 但是當他跟中國接回了以後 那包括他的文官體系都開始出現 所謂的香港化的這個疑慮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今天 譬如說長庚醫院在那邊所 你剛剛談到就是享有的那個 那個老百姓對他的信任證明 我相信這個是真的 但有沒有可能說 這個信任度恰恰是來自於制度的隔斷 而不是制度的相見 那這個是我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那個投影影片上有一個部分 講到說 香港最大的錯誤就是 放任生存的學期 然後壓到他頭上 那難道香港有辦法 不放任生存的學期 好 我說的現在 香港是從97年前 他該做的事情 香港也沒有要求 港英呢就準備打包走 所以你自己走 從我們這一行呢 他做的非常漂亮的東西 叫十大建設 叫玫瑰園計畫 包括我們現在做的 叫四百多塊的那個 機場折派性 都是他們 就是非常典型的 重商主義的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 港督不是最後一個統領的地方 是真正有一個戰略性的這個港督 還有就是 中英開始臺灣政壇的十幾年 相比 當時什麼外匯券還在用 就是 深圳還一片低迷的時候 他應該做三件事 第一個 讓香港不要完全依賴於房地產 尤其是商業地產 尤其是商業地產 因為那個決定以後 你等於這樣 搞定你洪沛這幾個大大 什麼書啊 這幾個 那幾個大財人 一隻手就數了 那北京太好搞定他們了 那開放他們到中國去找地產 就搞定這些人 所以 如果要做三件 第一件事 如何不要只依賴房地產 第二件事跟這相關 不依賴房地產 就必須發展產業 就是發展知識產業 不是只是靠近五年 所以這件事情 港督也基本上交了白券 對不對 香港那幾天大學 都現在才在搞什麼 知識經濟的中國研究這些東西 都管 第三個呢 就是說 你要介入珠三角的 這樣的一個整合 這個整合不是說 你能過去或他管的這些東西 因為英國人有一套高明的戰略 你看 冰城 香港 甚至插給這個 這個 架克打一次 就是說 島呢 包括像胡蘭的意思 島 它要嚴格控制它的公民權 包括像新加坡一樣 但是經濟生活 它是跟半島結合在一起 香港就是變成 你來我這邊消費叫做結合 那是太淺了 那我放你就去 不放你就不去 你要有一種很深的連帶 比如說研發的東西在我這裡 培訓的東西在我這裡 你知道 新加坡就在這上面 至少這三件事 住房它變得比較平均 產業它變得比較複雜 比較多餘 它有製藥 它跟它的這個 叫做 我們參加過一個叫North One 就是每每一度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生物科技的計畫 來跟他們的這個交通會 就它知道 它在兩億的穆斯林的包圍之下 這三件事沒做好 其他都 沒有什麼軍隊來都救不了 好 所以香港在這個強項 它就做的 原來會做的事 馬照跑 你知道我這樣 然後好像談了一個 相對的名人 十七十年以後要選 人家很蠻英雅的 那真正在那邊做大的那些過程 其實都受益於香港 但香港都沒受益於他 不只受益於一些比較 零售業這種情況 這個是我覺得香港的 那香港的落下的接觸 我跟黨組合員交流 他們因為被 這個也是殖民地的問題 他們的專業能力不錯 可是他們從來不敢 神像去想政治事情 政治性的事情 所以香港的所謂專業性 其實是有缺陷的 因為像陳范范真這種老師 直接考上去 就等於類似我們的政務官 台灣就算有政務官 會有一些操守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想法至少比較好 所以我就不覺得 香港的 modernity 是非常片面的 所以這個事情 也不是公共造成的 所以香港應該趕快補課 你知道 我真正選擇出一些 不是 十字小沒關係 但我選擇出一些 像樣的角色 那我狠角色 才不會被人家欺負 那這個是香港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對他那個 他這個文官的專業性 也太高太高的評價 我真的自己教了幾個部門 像我的民政部門 或者災難救助的部門 還好 也許他們的警隊跟司法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至少他的住房政策 是一他五一 好 那我這樣講一個場景 給各位看 其實我在金門馬虎看到這樣 一片暖風吹河元潮的罪 我就想到五一三 因為我有去過五一三 五一三就是平堅持的地方 再往民家裡不進去一點 就是人族這一彈 六百公里那個彈道這一彈 所以其實海漆還沒有真的 你這個煙銷位其實沒有幾台 人家真的不敢投資這個 馬祖或者是平南島的 大概以為萬一九六年的時候 他又五十萬大賓期間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說 你一定要讓他繼續放雞彈在這裡面 放到不是要修化他 而是他自己裡面會有一些利益的糾葛 會有一些東西 也許哪天都會覺得 那麼多這個 這個叫什麼 閒詐的人等在我這個堅持旁邊走來走去 他乾脆往後面撤斷 我怎麼想知這些過渣 我現在戰略上面就是說 讓他的利益在那邊複雜化 對我們會增加戰略的重視 我回答這位小姐們這個講法 我用邱吉尔的一句話 邱吉尔說我們英國人 在大陸就是continental在歐國 有一個根本利益 就是大陸現在把這次用到爛掉 叫恒星利益 他說我們絕對不容許出現一個 阿波的事件 什麼意思 他不想對話還是出了一個希特勒 只是前面講法語現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 就當歐陸一統的時候呢 你就是孤島 你只剩下海軍去封鎖人家 可是事實上 你要不是用美國來幫你 你英國是未必真的過 台灣現在的status 當然我們沒有英國這麼大 可是我們的文化財 也應該跟英國來平等分 就是來自我期許 我在講這說 英法海底隧道 既是原因也是前面 可是我們民間不能好像說 阿我不要都不討論 人家聯邦馬路都給你幾號都給你畫好 我覺得是不是資訊的不對的 或是注意力的不對的 我可以說我要的是什麼 在這些你都沒有達到我的要求的時候 我不跟你拿 這樣我對你很了解 好 那我為什麼說我做的第四通道 就是否決他們這三個 他承認說工程院的改善 因為所有權是台灣 從金門到我們公司 是台灣決定要不要做 也就是說 因為台灣海峽 美國從來都是講自由的東西 可是呢 兩岸 尤其現在的政府 也都講說這是內涵 這其實是很微妙 有一點差別 所以這個角度來講 然後台灣海峽下面 有一大堆那個 所謂那個水和物 就是甲烷這些東西 也有可能是新能源 我現在講的是這些東西 是一個一大包的 其實是地緣政治的好屏幕 剛好戰爭太重要了 不能讓將軍決定 這是帶到二層 這個工程太重要了 怎麼讓工程師來談呢 就他一天到晚 找我們這些工程師去開會 講的講的 還有人幫你算出來說 只要開共海峽高鐵 大天可以帶動台灣 民營演百是二的GDP 他連這個都算出來給你們看 我不信 但是這點是我跟這位小姐回應 我要講的 台灣這個開放型的經濟體 很多時候 是要藉著外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因為中國很大 轉彎轉彎 小國家的談戏 我覺得荷蘭是這麼有趣 旁邊都是大的經濟體 對不對 現在荷蘭人如何面對 想像水災這種事情 如何面對它 包括金台的 讀書的這個意思 這些中小型國家 類似在瑞士 都很值得我們學習 他都不會 真的我跟你講 你問他們的國家的運動 或者是什麼 他們都沒有人覺得 我菲利普賣了 我荷蘭就來 雖然Nokia倒了 也沒有覺得就是 Nokia燙要在賀爾經濟 可是這種中小型的經濟 一定要以區域經濟為範 我們沒有那種 中國人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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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中 我以Hall Market來講這件事 我個人是比較偏 從根配 比較在那種 勞溫或是早根的例子 可是也因為我的規劃 的背景 我跟各位講 沒有產業的規劃 都是假的 這也許是建民說的 我的左手跟右手 在叫 在配方 在真正 沒有真實的就業 沒有做真實的發展 沒有發展這件事情 所以 就講就業這個角度來說 是人民的負責 只是要理到 無各種的動態 在這方面 我也不是專家 也不能一幹 我跟你們一的差別 就是說 我覺得沒有關起人 來產業生機這件事 只有善用地緣的優勢 去跟人家要東西 不是 我也不覺得要關起人 可是為什麼不是放眼世界 為什麼一定就是 鎖定中國 我跟你說 我也沒有鎖定中國 有啊 我覺得你們就是一直覺得 你今天叫我談中國 拿到談中國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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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凱泰 算是一個後發的地方 像美國的三大汽車場 早就變成一個殭屍一樣 但像是日本 或者韓國的汽車 基本上是國內最強的拉比的利益 所以韓國人都在開很多車 都不是好事 當然它是民主主義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我根本就不覺得 什麼HTC要離開 所以我自己是用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像這個時候 他跟日本人說 我有 他跟東南汽車合作 我有這個 譬如說 頂盤的這些技術 然後我跟日本人講說 這個 我有中國的通路 然後台灣自己 在把車用鏈子做起來 我前一陣子剛好買的時候 我還真的很認真考慮 又要買一陣子 那時候我就設計 就是 不過 不過 我就 後來就沒拿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在地緣政治上面 怎麼把這個優勢 變成產業發展的機會 台灣派去日本的那種外交官 應該是工研院 或者是有產業背景 就跟日本講 你再不把 對我好一點 我 我處理我那邊去了 所以我在台中做 機密機械的那些調查的時候 我都說那個叫釣魚還要一起 只要釣魚還要緊張 只要釣魚還要緊張 台中的機密機械馬上就起來 那機密機械是工業之母 你知道 產量很大 產量很大 產量不高 這個東西是台灣可以從中 日本 台灣 美國 我們跟美國要安全 跟日本要技術 跟中國要市場 這要這樣去佈局 可是這件事情 真不是這個 此面文章隨便寫寫 可以做得到 要一步一步 這個我們以前 該做的都特別做 對現在是韓國的政治 都應該有 你知道 現在來做韓國 你知道嗎 你今天是韓國 你如果韓國人看到韓西 他會流口水 韓國人上一次的韓西是什麼 是山東大 結果韓西大頭 他們到最後搞成什麼樣子 我看過一個場景是 他們找朝鮮族 找這個韓國人當場長 朝鮮族 東北的朝鮮族 然後呢 圍成這圍牆 用軍事化的管理 2003公里 這其實非常不人道 我的意思就是 韓國觸礁 對 台灣在這個海期 相對 從農業服務業各方便這些 其實是比較 比較OK的 至於健保的部分 我也覺得 不急 台灣自己可以改得更好 把它領先拉大 看看有哪些機會 當然醫生本身也可能是個利益 藥也可能是個利益 這些公民社會就是這些 這些錯綜複雜的利益 我們面對他們 台灣那一個強項的是 我越痛的時候 我就可以讓那些 不大的利益可以起到最少 這是我的基本性 我對台灣這裡也有一些想法 但我跟那個健保局的講 不是只有台灣的健保的 什麼拜祭司去查账 台灣的醫改會 台灣的包括醫療普通的那些機制 就是也要能夠複製在那邊 這才是完真的 至於長坑的經驗 因為我媽也是長坑退休 我跟他們直接去問 我的感覺是說 他們其實也沒有特地做什麼 就是照台灣來做 因為長坑內部有效的 長坑其實相對是那種 什麼利益中機制 利益中機制 就是在台灣我們都不覺得這很好 可是照著教伙來 就是一步一步來做 就已經連到他們那邊 跟一大堆的那種 那種不當的那種 用藥或是消費 包括排床會是透明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的感覺是 台灣現在不是個別產業的優勢 是台灣政經的優勢要被表現出來 我甚至講 這別忘了我直接說 這個 利益中機制應該在做 我跟那個銀行借的 他說三個肯定點 都在香港後面 倫敦是跟著香港聯手說 我幫你做euro這個肯定 新加坡比較多 新加坡去做私人財務 就是說 因為瑞士有那種洗錢的法律 那新加坡就放在我這 現金也得放 這種東西叫物件不算進入 所以就 那個流連這個賭場旁邊就是這個 叫物件 台灣要不可以用中華民國 或者是台灣這個 這個防火牆來賺人民幣的錢 這應該找真正的好毛巾來想一想 我是外賭 我是外賭 我講的是說 很多中國人 我現在都是像他的無銀企業 南京東路上 我去看過他們幾個 什麼時候就做了一大堆辦公室 就空在那 根本沒有 他不把台灣市場看在裡面 所以他會不會真的很多的懶惰 還不敢走 可是呢 像很多中國人 他如果放在歐美 他的錢放在歐美 怕被 怕被查 放在這個 香港已經不安全了 台灣這個 中華民國的體質 或者是台灣 這個體質 包括我們的銀行相對共同 這是一個 有服務費可以賺 只是少少的服務 從這方面來講 如何把民主 不要把民主跟發展變成對立 要把我們的民主 跟我們的公民社會 跟我們的司法 包括我們的白山軍這種事情 都當成優勢 來變成我們生活的來源 這是最好的 好 和平解釋 所有意見 我不懂 我條文我不懂 但是我猜大的不是重點 他們就是要簽一個什麼 這個簽 台灣會有損失一件事 可能會損失 永遠發力 台北的這個文件 好 可是呢 他大概有 基本上有個體驗這個現實 因為我真的沒有去問這些條文 就是說 土國就不這樣啊 土國簽的東西就這樣啊 所以不要被騙了吧 好 我都在台灣中就別在這裡 我跟西藏來真的 所以我有了解一點 我非常同行西藏 可是我沒辦法 我真的從國民西藏的角度 我反而是在達賴的路線 不是賬金費的路線 因為你真的到 你去拉上裡面看一看 中國那個高中的這樣做 基本上已經不是 西藏不是對手 是印度才是對手 所以這個時候 你去看那天你一百二十個人 這樣自成的情況 你不能 不會講你這條文 很簡單 我們在那邊講太簡單了 而西藏這件事情呢 它是跟美國談 不是跟台灣談 那為什麼是民進黨簽呢 是說民進黨簽 它才能夠真正 你不知道settle down 那民進黨一定會抗拒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會幫台灣 要到最晚的假期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這個情局 過不了的人 所以我們需要 召喚一個更大的投票 就是等到它開放上海的投票所 投資在那邊投的人也退投 你可以不同意 或是說我是這樣 是 因為你一旦開放在那 我跟你講今天假如說 我們開放在美國 或是開放在美國 在任何哪一個國家 對台灣沒有什麼民意的國家 什麼不在一起投票 我或許來同意 可是明明你投票相設在那邊 他現在都可以 沒有設投票的地方 他都可以那個什麼 文攻武鶴啊 然後要選舉 他就來 好啦 我說講設 是相對自由意志的投票 我就說 不是 講 你聽我聽到接觸 我說的一個講這個 即便是自由意志的投票 我估計那些 目前的情況都會來講 因為他身家性能在那邊 他不想改變現狀 這有120萬人啊 沒有開玩笑 就是我既然在講 我跟你的出發點 叫做 綠的如何 公 等於是繞到後面 就公過這一塊 那跟這個比賽是不公平的嗎 我很欣賞你的覺醒 我想說 我們今天只能到這裡 那是沒問題 如果要在韓國華民 還可以去包圍他 然後到上面去 然後再讓這個咖啡館 有些消費的 謝謝 我先請 借你 再來講 兩分鐘做個Ending 然後 再請 我這樣吧 我把我們的時間讓你開 想要問我們 我們等一下試一下才可以 那就我們試一下普通 然後借你來做兩分鐘的結論 然後 結語 然後我們在開 借你講完之前呢 在講之前 我先談一下我們下個個 10月12號 禮拜六 我們請到賴維杰先生 賴維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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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他會來跟我們講 題目是不是會忘好 這個賴維杰先生 全球成業 國際涼涼環境 因為我們題目太多了 對不對 然後這次麻煩請他來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然後所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可以親心期待 好 首先我很感謝曾修 他很願意把他的懲罰 就拋出來跟各位溝通 那我覺得需要勇氣 在這方面 我沒辦法做到你的建議 但是我覺得 林曾修今天的演講 給我們的一個刺激 最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 如果 要能夠去真的面對中國 然後能夠讓台灣的 藍綠政治 有比較徹底的結構改變 我們光光 以目前的方式 來談 中國文術 是不夠的 而且很難越過他所謂的 關卡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句 警句 警惟 我覺得我們應該 好好去想這個問題 那另外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今天是針對海西來談 然後他 當然今天請他談的是 跟中國因素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 也不太需要 不許他說 請他談一些 他沒談的 或是他沒辦法談的 那我覺得這是有點 對他來說的壓力太大了 那我們就再一次 喝一掌聲謝謝曾修 謝謝 我們跟我們講話 台灣要趕快有小學的畢業 我真的不是那麼喜歡 但我祝你們趕快有畢業 為什麼 因為國度考的東西 我綠港才不要再一開始 綠港才是大利的 所以鄭俊也是說 他的政治生涯 對 但是都不太過關 好 謝謝 谢谢大家